明朝万历年间,在徐州晋安县内有一个女子,名叫李玉梅,在小时候就被亲生父母狠心抛弃,幸亏被上山砍柴的李老汉发现,这才将她抱回了家抚养长大。 李老汉心地善良,憨厚老实,是村子里有名的大好人,虽然自己过得艰难,但是听闻别人遇到了男士,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 李老汉由于家里贫寒,所以迟迟娶不上媳妇,所以李老汉便将玉梅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至今。 李玉梅从小就是个美人披子,比起那城里的附加千金也是不遑多让,乡亲们都说李老汉这是捡到宝贝了,李老汉听到后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如今李玉梅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她不但长相甜美,而且还有着一双巧手,靠着自己的记忆李玉梅便在城里的裁缝铺谋得了一份功火, 待遇也很不错,让妇女俩的日子得到了不少的改善。 由于李玉梅的相貌绝佳,在这十里八乡甚是出名,几乎每天都会有男子慕名前来追求于她,可是李玉梅却迟迟没有答应他们。 要知道她的追求者里不乏有着一些富家子弟,不知多少女子做梦都想着嫁过去,可李玉梅却仍是拒绝了。 其实,李玉梅都是为了能好好地照顾父亲,因为父亲这些年来为了照顾她已经积攒了一身的毛病,若是自己早早地嫁了人,那岂不是无法照顾父亲了? 为此,李玉梅可没少找玉梅女儿谈话,希望她能够找个好人家嫁了,要知道女人的容貌就这几年的光阴,若是拖得久了,日后想要再嫁可就难了。 可李玉梅从小就有着一股倔劲,凡是她认定的事,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对此李老汉也是颇为无奈。 这天傍晚,李玉梅刚刚到了家门外,便见到一个陌生的男子晕倒在了地上,见状李玉梅不禁心中一惊,于是她便将父亲喊了出来。 二人合力将男子抬进了屋内,随后李玉梅便去端了一碗水来,慢慢地给男子喝下,片刻之后,男子眉眼轻挑,随即便醒了过来,只听男子开口道,姑娘,在下已经好多日没有进食,不知姑娘可否赏口饭吃。 闻言,李玉梅连忙点头道,公子放心,我这就下厨给你做饭。 说吧,李玉梅便去厨房忙碌了,不多时,李玉梅便为男子做了满满一大桌的饭菜,见状男子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利器,一下子就冲到了桌子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片刻之后,这一大桌的饭菜全都被她吃了进去,李玉梅担心她噎着自己,赶忙为她倒了几碗水,带到男子吃饱喝足之后,竟是给妇女俩跪了下来。 见状李玉梅连忙将男子给搀扶了起来,在她看来,自己不过是做了件不起眼的小事,哪里受得了别人的如此大礼。 于是,李玉梅便开口道,不知大哥是哪里人士。 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呢? 文言男子也是叹息道,我本名张杰,家在南方杭州,可是近年来遭遇饥荒,被迫开始北上,这才一路奔波至此,打算在这里谋求个生计。 听到张杰的悲惨遭遇,李玉梅也是心中同情,于是她便从李屋拿出了一些铜板递给了张杰道,张大哥收下这些钱,也够你暂时填饱肚子。 若是日后再遇到男士便来此寻我,玉梅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张杰颤抖地收下了铜板,心里甚是感动,她没想到眼前的女子不仅人长得美,心地更是如此的善良。 于是张杰临走前表示将来一定会回来报答父女俩的恩情。 平日里,父女俩总是会帮衬别人,可从来没有贪图过别人的回报。 所以便没有把张杰的话放在心里,可让父女俩不知道的是,今日的善举却在将来救了他们一命。 在城里有一个王源外,这王源外靠着贩卖山货发家致富,这些年来早就成为了县里的首富,就连县令大人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可王源外家中的人丁却不景气,娶了好几房妻子,到头来就只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王顺。 所以,王源外从小就对儿子十分的溺爱,只要是儿子提出来的要求他一定会全都答应。 因此,王顺便养成了这蛮横无理的脾气。 平日里,王顺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在外面可没少欺负乡亲们,而且此人极为的好色。 只要在街上看到自己心仪的女人,不管是谁家的都会被他抢回家了玷污。 乡亲们担心惹怒了王家过不了日子,所以一直是忍气吞声,这也助长了王顺的嚣张气焰,做启示来更加是不管不顾。 这天王顺在一群手下的簇拥下来到了集市上闲逛,乡亲们见到是王顺来了,一个个全都自动地给他让开了路,尤其是那街上的女子,谁也不敢在王顺的眼前晃,生怕自己丢了清白。 可就在这时,恰好李玉梅正从裁缝铺里出来,没想到与那王顺给打了个照面,这一眼下去,王顺便眼前大亮,他没想到这城里竟然还有如此貌美的女子,不过既然被自己遇到了,那就一定要把她拿到手。 于是王顺便带着手下将李玉梅给拦了下来,只听王顺一脸坏笑道,美人,怎么走得这么急? 不知你要去哪里啊? 李玉梅抬头一看,发现竟然是那王顺,不由得心中大惊。 于是李玉梅便强压住内心的恐惧道,原来是王公子,玉梅要去承西送衣服,就先不打扰公子的雅兴了。 说吧李玉梅就要离开,见状王顺还没有说话,一旁的狗腿子林三便怒喝道,我家公子与你说话,那是看得起你,若是惹得我家公子不高兴,到时候有你受的。 文言李玉梅心中大惊,于是便打算快步离开,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丢了清白,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王顺却对手下呵斥道,快快退下,我与美人说话,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随后便听王顺说道,姑娘不必害怕,我王顺并没有传言中那么不堪,今日在下对姑娘一见钟情,现在就回去告诉父亲,这几日就会去姑娘家里提亲。 听到王顺的话,李玉梅不禁愣在了原地,可等他反应过来,王顺早已经离开了,于是李玉梅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李老汉知道后,也是心中一紧,他早就听说过这王顺的脾气秉性,他可不会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于是带到王家过来提亲时,李老汉一口就拒绝了此事。 不料那王顺当场就变了脸色,他冷声说道,本公子的话就是命令,你哪里有拒绝的权利,今日无论你同意与否,玉梅我都要带走。 说罢便让人上前将玉梅强行带上了马车,李老汉为了保护女儿便死死地拦在王顺身前,不料竟因此激怒了王顺,三两下就将他给打晕了过去。 此时在王家已经摆满了宴席,于是在客人们的祝福下,王顺便迎娶了玉梅过门。 待到洞房之时,玉梅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便已死相逼,王顺是用尽了办法,也碰不到玉梅的身子,如此一来可把王顺给气坏了。 为了能够霸占玉梅,王顺竟然用李老汉来威胁玉梅,若是玉梅不乖乖顺从,那李老汉就会为此丢掉性命。 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玉梅最终还是妥协了。 就这样玉梅便做了王家的媳妇。 自打玉梅嫁进来之后,便对丈夫百依百顺,打算与她好好的过日子,在最初的一段时日丈夫待她还算不错。 可是到了后来,丈夫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一般,对她开始百般厌恶,有的时候喝多了还会拿她来出气,因此玉梅身上到处否饰棍棒留下的淤青。 这天玉梅正在房间里默默地哭泣,感叹自己的命运不公,可突然房门被人敲响,玉梅连忙止住了哭声,若是被丈夫听见了,恐怕自己又要被痛打一顿。 可等到玉梅开门一看,不由得心中一惊,因为来人她也认识,正是当初她就吓得张杰,只见张杰身上穿的乃是王家的家丁服,看来是来王家做工了。 张杰看到玉梅脸上清,一块子一块的,心里就很不适滋味,她开口道,玉梅,你看看你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我本是去你家探望你们,这才听李老伯说了你的遭遇,所以我才找到机会混进了王家,我一定要救你出去。 文言玉梅心中十分感动,可听到张杰要救自己出去,玉梅不禁摇头道,张大哥的好意我心领了,这王顺为了防止我偷跑,在城里到处都穿插了眼线,我们是斗不过他的,张大哥还是快些离开,若是被他看到了,恐怕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文言张杰却开口道,玉梅,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救你。 我还就不信他王顺能一手遮天了。 可就在这时,王顺突然回来了,见状玉梅连忙让张杰离开了,可即便如此,王顺也看出了两人的不对劲,于是王顺便将这心中的怒气都发泄在了玉梅的身上。 听到玉梅的惨叫声,张杰哪里还忍得住,于是他便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屋内阻止道,给我住手,他可是你的妻子,你怎么就下得去如此重手? 文言王顺不离冷声说道,你算是什么东西?一个下人也敢来管我的事情,今日我就要你尝尝招惹我的下场。 说罢,王顺就喊来了几个手下对着张杰一阵拳打脚踢,最开始张杰还能抵挡,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很快他就被打翻在地痛苦地哀嚎起来。 最终,张杰便被打得晕死了过去,多亏了有两个下人,跟他关系还算不错,这才将他抬回了房间休养。 由于张杰受伤不清,一直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地行走,张杰这次算是知道了王顺的手段,看来想要救玉梅出去不能强来了,否则二人定然要因此付出性命。 这天,张杰来到了村子里探望李老汉,由于玉梅被禁足,所以李老汉一直是一个人生活,而他又做不了工,连点收入都没有,所以张杰每次来都会给他留些银两度日。 为了让李老汉放心,张杰便瞒着他没有说出玉梅的惨状,否则李老汉知道了一定会去王家找王顺拼命。 待到傍晚时分,张杰便告别了李老汉往回走,为了能省些脚力,张杰便选择从山里的小路通过,可就在他路过一棵大树之时,却见到一个阿婆贪坐在此。 张杰心地善良,见阿婆似乎是遇到了难事,于是便上前问道,阿婆,这天色已晚,你为何还坐在这里啊? 只听阿婆摇头道,我下山时不小心扭到了脚,想要下山也走不动了。 文言张杰连忙说道,这山林里太过危险,阿婆若是不嫌弃,小子愿意送您回家。 听到张杰的话,阿婆不禁脸色一喜,于是便点头硬了下来,就这样张杰便背上了阿婆朝着山下走去,让张杰意外的是,这阿婆看上去瘦弱,可背在身上却是异常的沉重。 等到了山下,张杰已经是累得满头大汗。 在阿婆的指引下,张杰便在一处破庙前停了下来,就在此时,阿婆便开口道,年轻人,就送到这吧,如今像你一样,心善的人不多了。 阿婆见你即将大难临头,特来,此助你一臂之力的。 说罢阿婆便轻飘飘地从张杰背上飘落在地上,见状张杰便知道自己遇到高人了。 于是张杰便跪在地上哀求道,还请阿婆替我申冤,那王家王顺作恶多端,小子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紧接着张杰便将王顺的事情说了出来,阿婆听闻便将自己的拐杖递给了他,当张杰得知拐杖的作用后,不禁心中大喜。 于是他便告别了阿婆回到了王家。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张杰便拿着拐杖偷偷来到了玉梅的屋外,他二话没说就推门走了进去,不料竟是遇到玉梅正在洗澡。 玉梅刚要大喊,可发现是张杰时他便忍了下来,玉梅一脸羞涩地开口道,张大哥你怎么如此鲁莽,还不快些出去。 见到如此一幕,张杰也是感觉自己心神激荡,他开口道,玉梅,这次我有办法救你了,你再也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 闻言玉梅心中感动,可他却不信张杰能救他出去,为了不让张杰受伤,玉梅便一直催他离开。 可张杰不退反进,他抓住玉梅的手说道,玉梅,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等这次出去,我要娶你为妻,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闻言玉梅也是心中一颤,不料张杰接下来竟是一把抱住了玉梅,在那半推半就间,二人变行了夫妻之事。 带到玉梅反应过来,便赶忙让张杰离开,于是张杰便拿出了拐杖,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玉梅。 闻言玉梅不禁笑道,张大哥这次可帮了我大忙,那王顺终于要遭报应了。 话音落下,便见到王顺带着一群手下冲了进来,看到二人缠绵在一起,王顺不禁心中大怒,可还不等王顺发话,他就发现自己被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原来这都是那拐杖的作用,只见张杰口中念出了一阵咒语。 随后,王顺等人便晕死了过去,见状张杰便带着玉梅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王家。 后来,王顺便得了一场大病,王源外为了给儿子治病请便了周围的郎中,都没有办法。 于是他便拉下脸来找张杰求情,最终张杰便解开了王顺的咒语,自此之后王家便再也不敢招惹玉梅一家了。 此事过后,张杰便迎娶了玉梅过门,夫妻俩一起做起了小生意,日子是越过越好,不久后玉梅还为张杰生下了一儿一女,从此一家人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明朝万历年间,在成安县内有一个李家庄,村子背靠一条骏马河,在这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乡亲们大多都以捕鱼为生,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 李家庄内只有一户外姓人,名叫周贵生,他如今三十有余,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手艺人,他的木匠工艺甚是精细,就连城里的富贵人家都会来此找他做工。 村子里没人知道周贵生的具体来历,只知道他是从南方逃荒至此,孤身一人连个亲人都没有,不过周贵生心地善良,见到谁家遇到了困难,他准会出手相助,因此在村子里人缘极好。 这天,周贵生正在家里做工,突然族长找上门来,看着族长那愁眉苦脸的模样,周贵生连忙上前说道:"族长,不知你今日过来所为何事?若是遇到了困难就说出来,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文言族长这才开口道:"贵生,前两日村里的大牛从外面捡回来一个孩子,乡亲们打听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所以我便打算为这孩子找一个好人家。 要知道,在村子里乡亲们也就够维持自家温饱的,若是再填了这孩子,恐怕就影响到生活了。 你有着木匠手艺,家里日子过得不愁吃喝,所以才来问问你愿不愿收下这孩子。 文言周贵生思索了片刻,随后便点头道:"族长,既然这样,那这孩子就留下吧,恰好我也无儿无女。 我便收他为亲传弟子,也好在将来继承我的衣钵。 听到周贵生的话族长脸色一喜,他连忙应道:"好,好,这孩子能够跟着你那是他的福分,我这就把此事告诉乡亲们。 周贵生为孩子取名周福,盼望着他这辈子能够福运长伴,少些苦难,不过周贵生从来没有带过孩子。 这一开始,他也是有些手忙脚乱,村子里的妇人见他没有经验,经常会抽空过来帮他带孩子。 就这样周福便一天天的长大了。 转眼间,周福已经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大小伙,从小周福就被师父带在身边学习木匠手艺。 他不仅刻苦努力,而且天父也远超常人,让周贵生很是欣慰。 如今,周福已经到了出师的水准,做出来的家具比起自己师父来已经丝毫不差,只不过名气却始终没有太高。 为了让周福被大家认可,凡是外出的工活便都交给了周福来做。 周贵生则是留守在了铺子里做些简单的工活。 这天,周福来到了胡大娘家做工,胡大娘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红娘。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找她说美。 在早些年来,胡大娘家里条件不好。 当初她父亲离世的时候,连个寿财都买不起。 周贵生知道后便免费送上了一副上等的寿财,还帮着将她的父亲安葬了。 所以,胡大娘对周木匠很是感激。 只听胡大娘开口道,你师父这些年来,为了你一直没有娶妻。 就是怕你受了委屈,如今你也长大了,也是时候为你的师父考虑下了。 文言,周福不禁猛然惊醒。 她没想到,师父之所以不娶妻竟然是如此原因。 一时间,周福心里很是懊悔。 于是周福便开口道:"胡大娘,还请你为我师父说一门亲事。 现在我也长大了,师父是时候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听到周福的话,胡大娘点头道:"如此甚好,在邻村有一个姓许的妇人。 在半年前她刚刚死了丈夫,此女年纪与周木匠相仿。 但是她性子温和,看上去也比同龄人年轻不少,想必周木匠定然会同意的。 文言周福不禁心中一喜,她赶忙硬道:"那就麻烦胡大娘了。 此事我不打算与师父商量了,打算给她个惊喜。 胡大娘笑道:"好,好,都依你,明日我便将许事带来,盼着他们能够凑成一对。 于是当天下午周福就去给师父买了一身得体的新衣。 周贵生收到衣服后,不禁有些疑惑,不知道徒儿好端端的为何给自己买衣服,还强调明日自己务必要换上新衣。 不过看在徒弟一片好心的份上,她便照做了。 第二日上午,周贵生刚准备做工,可周福说啥都不让她碰。 就在此时,胡大娘突然带着许事来到了院子里。 见状周福这才将今日之事说了出来,文言周贵生不禁摇头轻笑,她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原来徒儿竟然偷偷地给自己说了个眉。 要知道周贵生这些年来一直是一个人过,已经适应了一个人的日子, 而且自己现在年事已高,哪里还有成婚的想法。 不过既然人已经来了,她也不能冷落了别人。 于是周贵生便将二人迎了进去。 这许事还真是如同胡大娘所说,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她风韵犹存,看上去仍然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 只听胡大娘上前说道:"贵生,你们二人年纪相仿,去里屋好好的聊聊。 你大姐的眼光不会差,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 文言周贵生不禁一阵苦笑,随后便带着许事来到了屋子里。 不过二人却迟迟没有开口说话,因为周贵生这些年来很少与女子交流,更别说相亲了。 见状许事不禁说道:"周大哥名声在外,是个有能力又心善的好男人,若是周大哥对我有意,我愿意留在周大哥身旁伺候你。 文言周贵生不禁开口道:"现在我还没有成婚的打算,都是我那徒儿瞒着我做的此事,让妹子白跑一趟,我周某人对不住了。 听到周贵生的话许事也没有强求。 他对着周贵生行礼道:"周大哥莫要自责,这因缘之事谁又能说得清楚,既然你我二人有缘无分自然是不能强求。 说罢许事便转身离开了,胡大娘见到许事刚进去,不久就出来了,连忙上去询问结果,见到许事微微摇头。 胡大娘心里不禁有些失落,不过既然周贵生不愿意,她也不好意思强求,于是便带着许事离开了。 此事之后,周贵生便不让徒儿给她说没了,表示自己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见状周福,只好作罢。 这天,周福正在家里做工,突然发现师父带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回来,这女子约莫二十左右的年纪,长相十分甜美,只不过身上的衣服却是破破烂烂的,看起来很是落魄。 据周贵生所说,此女名叫王秋梅,是从远方过来投奔亲戚的,不料亲戚早已经搬走多年,所以秋梅只能流落街头。 由于秋梅年轻貌美,很快就被一群混混给看中了,于是便准备将她卖到回春楼换取银两,幸好周贵生路过,花了不少的银两才将秋梅保了下来。 周贵生见到秋梅,无处可去,便心里一软将她带回家来了,恰好家里还有着一间空房,所以周贵生便为她准备好了被褥,还特意让徒儿去给她买来了几身新衣。 当秋梅洗干净换好新衣,整个人就好似那话里的女子一般令人着迷。 周贵生笑道,秋梅,日后你就安心在此住下,有什么需要就和我们说,莫要客气。 文言秋梅不禁眼含泪水,她开口道,多谢周大哥收留,除了父亲,你是对我最好的人,秋梅一定会报答周大哥的。 就这样秋梅便留了下来,平日里,师徒俩在院子里做工。 秋梅则是将家里的家务活泉都揽在了身上,而且她还有着一手好厨艺,让师徒俩对她赞口不绝。 这天晚上,周贵生刚刚回房休息,秋梅却突然来到了她的房间,周贵生不禁问道,秋梅,这么晚了不去休息,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文言秋梅开口道,不瞒周大哥,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秋梅早就对周大哥心生爱慕,若是周大哥不嫌弃,秋梅愿意嫁给周大哥为妻。 听到秋梅的话,周贵生不禁心中意紧,要知道秋梅年轻貌美,是个男人就会对她产生好感,更别说二人还接触了许久,所以周贵生也很纠结。 于是周贵生便开口道,秋梅,你我二人年纪相差这么多,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夫婿,嫁给我你太委屈了。 可秋梅却摇头道,在我心里,周大哥就是世上最好的男人,秋梅这辈子只愿嫁给周大哥。 听到秋梅的表白,周贵生的心终于被拨动,于是她便点头道,秋梅你放心,既然你对我有意,我一定会好生待你,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说吧,二人便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第二日一早,周贵生便将此事告诉了周福,周福先是一愣,随后便对师父送上了祝福,只要师父能够幸福,他一定会站出来支持他。 就这样周贵生便将喜讯告诉了乡亲们,乡亲们见到周贵生竟然娶了一个如此年轻貌美的妻子,全都夸她有本事。 自打成婚之后,夫妻俩几乎每天都会腻在一起,而周贵生连木匠活都没有做过,都交给了周福来做,周福也是没有一丝怨言,看到师父那幸福的笑容,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这天,周贵生突然提出要外出几日,说是要去见一个老朋友,他对着周福吩咐道,徒儿,你在家一定要照顾好你师娘。 师父这次一去短时间回不来,家里就都靠你了。 文言周福连忙点头道,师父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一定会听师娘的话,师父出门在外也要多加小心,事成之后就抓紧回来。 周梅虽然对丈夫很是不舍,但她也没有让丈夫为难,还贴心地为她收拾好了行李。 就在周贵生离开之后,周福却发现自己师娘的举动有些古怪,她经常会时不时地拉近二人之间的距离,而且看向自己的眼神也是有些古怪。 这天周福刚刚做工回来,不料秋梅竟是直接挽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拉到了屋里,周福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女人,一时间满脸都变得通红无比。 在吃饭的时候,秋梅不停地给她夹菜,还特意为她买了一坛好酒,几杯酒水下肚,周福便有了几分醉意,不料此时秋梅竟是直接扑到了她的怀里。 秋梅开口道,周福,其实我心里爱的一直是你,今晚我要做你的女人。 文言,周福心中大惊,她虽然酒喝了不少, 但是却没有被这酒冲昏头脑,她将秋梅推开说道,师娘莫要如此,我是不会背着师父做如此龌龊之事的,此事我全当师娘没有说过,周福先回房去了。 见到周福如此的不领情,秋梅也是心中郁闷,不过自打这次之后,周福便会主动地跟秋梅拉开距离,以免她再动这种歪心思。 这天,周福接到城里董家的邀请过去做工,不过这一去最少三天,周福恰好在家呆得心烦意乱,借此机会她便能出去静一静,于是周福便和师娘说了此事,随后便收拾东西去了董家。 由于周福做工麻利,原本三日的工程做了一天半就做好了,为此董元外还奖赏了她双倍的工钱,于是周福便告别了董家回去了。 等到周福到家之后天已经黑了,周福发现外门已经被插上了,想必师娘已经睡下了,所以周福便从外墙翻了进去。 就在周福路过师娘房间时,她却听到里屋传来了一道陌生的声音,于是周福便透过窗户往里看去,不料竟见到师娘与一个陌生男子搂抱在一起。 只听秋梅开口道,你说的那宝物真的在这吗?我已经翻遍了屋子都没有找到。 那男子笑道,宝物自然是存在,定然是被那师徒俩藏起来了,只要得到宝物,你我二人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了。 闻言秋梅脸色大喜,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好日子,门外的周福心中大惊。 原来,这秋梅接近师父别有所图,她一定要将此事告诉师父,为了不露出马脚,周福便从外墙翻了出去,到了第二日中午,这才回来。 这几日来,秋梅又用了不少方法来诱惑周福,不过都被她给拒绝了,见状秋梅只好作罢。 这些十日,周福每天都会守在师父回来的必经之路,打算将这秘密提前告诉她,终于在半月之后,周福等到了师父回来。 当周贵生得知此事之后,心里也是极为的震惊,于是她便与周福商量好了计策,随后周贵生便在城里的一家客栈住了下来等待机会。 终于在这天夜里,周福趁着师娘不注意,她偷偷地溜进了房间,顺势就藏在了床下,约莫三更之时,之前的陌生男子便溜到了秋梅的屋内。 二人在床上缠绵了一番,随后秋梅便抱怨道,那周福是由言不尽,我真怀疑她究竟是不是个男人,我看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用她的性命来威胁周贵生,到时候不信她不说实话。 文言周福心中大惊,没想到这秋梅竟然如此狠心,就在这时周福从怀里掏出了掏出了一个虎称,随即便按了下去,瞬间一张大网从房梁落下,将秋梅二人当场抓获。 于是,周福便不再隐藏,他跑到外面喊来了师父与乡亲们,便将这对奸夫淫妇给抓到了官府。 在县令的审问下,那男子终于是说出了实话。 原来,他竟是周贵生的师弟许涛,当初师父临终前将传家之宝赠予了周福,让许涛心里十分不爽,于是他便暗中陷害周贵生,准备夺回宝物。 周贵生不愿与师弟为仇,于是便一路来到了承安县在此定居,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许涛仍然是贼心不死,这才花钱买通秋梅,做出此事。 见状周贵生不禁感叹道,师父的确是给了我宝物,那是一个密室的钥匙,里面有着当年大道白云飞的全部身家,不过我深知这些财宝会使人迷失心智, 所以我早就将他捐给了官府。 见到县令微微点头,许涛这才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若是自己有师兄这份豁达,或许就没有如今的结果了,最终许涛二人便被打入了死牢,得到应有的惩罚。 此事之后,周贵生也看开了许多,最终与许氏走到了一起,而周福也在师娘的介绍下娶到了一个美貌的妻子,一家人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明朝末年,在石铜县内有一个王源外,他靠着做不匹生意发家,由于诚信经营,生意一直很红火。 王源外出身卑微,从小靠吃百家饭长大,如今他成为了那人上人,并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是怀揣着一颗善良之心,经常帮助周围的穷苦百姓,是城里出了名的大善人。 王源外娶妻里是,这年来,夫妻俩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感情始终是恩爱如初,正是有了妻子的不断鼓励,王源外这一路走来,才会如此的顺风顺水。 妻子为王源外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珍珠,夫妻俩对女儿是极为宠爱,将她当作宝贝一样细心呵护,无论女儿想要什么,她们都会一一满足。 不过珍珠毕竟是个女儿身,将来为了能继承王家的产业,李氏便打算再为丈夫生个儿子出来,可是自打生了女儿之后,李氏的身体就变得虚弱不堪,夫妻俩努力了很久,都迟迟怀不上孩子。 为了能够生出儿子,这几年来,李氏可没少寻衣问药,可郎中看了不少,但这效果却是迟迟没有显现,想到自己这肚子如此的不争气,李氏心里就过意不去。 王元外见到妻子,每天都会以泪洗面,他便安慰妻子道,娘子莫要伤心,即便是没有儿子那有有何,只要有你有女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李氏却摇头道,我们王家可是大户人家,若是连个儿子都没有那岂不是要让别人笑话? 不能因为我而让夫君丢了脸面。 可王元外却说道,别人的嘴咱们管不住,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只要你和女儿过得幸福,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听到王元外的话,李氏心里是又愧疚又感动,心里的压力也是小了许多。 女儿珍珠从小就是个美人妻子,而且在父母的教导下,从小珍珠就有着一颗善良的心,每次她在街上见到落魄的百姓,都会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听说哪里出现了灾情,她也会跟着父亲一起过去捐粮捐衣。 转眼间,珍珠就长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如今的珍珠就好似那从花卷中走出来的仙子一般,是城里有名的大美女,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 每次珍珠外出时,都会有一大群追求者围着她,王元外担心这些人对女儿不利,还专门请了侍卫来保护珍珠的周全。 李氏见到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于是便打算为女儿说一门亲事,在城里有一个董家,这董家公子乃是个经商的奇才,而且他长相俊朗,与自家女儿可谓是绝配,所以李氏便打算撮合下二人。 当珍珠知道母亲的想法时,却拒绝道,娘,女儿现在还没有嫁人的打算,如今只打算能够陪在爹娘身边多尽些孝道。 可李氏却说道,哪有女人大了不嫁人的,要知道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几年,若是再拖下去。 到时候,你再想嫁人可就难了。 可无论李氏如何劝说,珍珠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见到女儿实在是没有这种想法,李氏只好作罢。 这天一早,珍珠便拉着丫鬟彩蝶准备偷偷地溜出去,文言彩蝶连忙劝道,小姐,可老爷早就交代过了,近些时日不太安全,让我看好你,不能出去,若是此事让老爷知道了,那彩蝶定然会受到责罚的。 可珍珠却笑道,彩蝶你放心,这才我们乔装打扮一番,等五十便回来,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我们定然不会暴露的。 虽然彩蝶极力劝阻,可二人毕竟是主仆关系,所以最后彩蝶只好答应了下来,于是二人都换上了最朴素的衣服,而且还在脸上化妆遮掩了原本的容貌,随后便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 珍珠喜欢热闹,所以他一出门就奔着急事赶去,听闻今日会有杂耍的过来,所以珍珠才如此着急出来。 由于二人化妆技术不错,走在街上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所以两女玩得很是惬意。 就在此时,珍珠见到不远处,正围着不少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于是他便带着彩蝶围了上去,等挤到前面一看,原来是一个算命先生在这给人算命。 只听那张屠夫问道,老先生,我想算一算姻缘,不知我何时才能娶上媳妇。 只见先生掐指一算,随后却摇头道,你身上煞气太重。 恐怕这辈子都要孤独终老了。 文言张屠夫不禁冷哼道,什么狗屁算命先生,我张屠夫有的是钱,我就不信还娶不到一个媳妇。 说罢张屠夫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不过看着老先生的人气,想必他定然有着一番本事,见状珍珠也是忍不住上前走去。 只听珍珠开口道,老先生,小女子也想算一算命。 先生打量了下珍珠,不由得眼前一亮,随后他便掐指推算起来,片刻之后这才说道,姑娘本就是大富大贵之人,只不过祸福相依,若是能够躲过日后的劫难,便会平安一生。 文言珍珠一愣,不知道老先生指的劫难是什么,可还不等他开口,一旁的彩蝶就说道,老先生,你还是算一算我们小姐的姻缘吧。 听到这珍珠不禁脸色羞红,当着这么多人,他哪里好意思问自己的姻缘,没想到这彩蝶竟然突然提问,不过说实话珍珠心里也是有着一丝期待。 不诚想,这老先生竟是笑道,姑娘今日还真是幸运,你的未来夫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说吧老先生就对着膝头的小巷子指了过去,见状大家赶忙朝着那里望去,可是那除了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再也没有别人了。 于是便有人起哄道,老先生说的不会是那乞丐吧,没想到这乞丐竟然有着如此桃花运。 文言,众人皆是哈哈大笑起来,不料老先生竟真的点头道,没错。 此人虽然现在落魄了些,但他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听到老先生的话,珍珠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旁的彩蝶却看不过去了。 他怒喝道,你定然是在这里招摇撞骗,我家小姐貌美如花,知书达理,怎么会嫁给一个乞丐? 真是胡言乱语。 说吧,彩蝶就拉着珍珠准备离开,就在路过乞丐身旁时,珍珠却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无论老先生说的是真是假,此人定然是遇到了苦难。 于是珍珠便掏出了些银两地到了他身前,随后便在乞丐感激的目光中离开了。 见到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彩蝶就劝说珍珠回去,珍珠也担心他们出来暴露,所以二人便朝着家里赶去。 为了节省时间二人便选择走了小路,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二人到了一处偏僻之地, 突然五六个彪形大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可把梁女给吓坏了。 只听其中一人说道,哪里来的两个小娘子,今日哥哥们好好陪你们忙啊。 闻言,梁女吓得不轻,彩蝶赶忙说道,你们不要过来,我们可是王家的人,这是我家小姐,若是我家小姐有什么意外,到时候王源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本以为这话能吓到他们,不料这几人却更加兴奋了起来,其中一人说道,早就听闻王家小姐貌美如花,看来今日我们哥几个有福了,到时候只要把你们做掉。 王源外即便再厉害,也查不到我们头上。 说霸几人便朝着珍珠抓了过去,见状梁女赶忙朝着身后跑去,可他们哪里是这几人的对手,不一会就被抓住了。 可就在梁女心中绝望之际,突然一个年轻男子突然出现。 此人正是董家的公子董勇,恰好董勇经过这里,听到有人在喊救命他便赶了过来,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是将他气得不轻,只听董勇怒吓道,你们这些畜生还不住手,竟然敢抢抢民女,眼里还有王法吗? 只听壮汉说道,你算是什么东西,也敢来管爷爷的好事,赶紧滚蛋。 董勇也不想再与几人废话,于是他便朝着他们攻击而去,看到董勇那瘦弱的模样,几个壮汉也是信心十足,于是几人便围打在了一起,让几个壮汉没想到的是,这董勇看似瘦弱,但是却有着一身武艺, 很快几人就被打翻在地哀嚎不已。 随后董勇便让手下将这几个壮汉抓去了官府,见到董勇救了他们,梁女赶忙上前道谢,当珍珠得知董勇的身份后,也是一愣,原来他就是母亲之前要给自己说的那人,再加上董勇今日的表现,让珍珠心里不禁对他有了些许的好感。 于是董勇便将珍珠送到了王家,当王家夫妇得知是董勇救了自家女儿,便特意设宴款待了他,而且夫妻俩是越看董勇越顺眼,若是两家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岂不是美食一桩?自打此事之后,那董勇经常时不时地来王家做客,每次都会和珍珠聊上许久,渐渐地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加深了许多。 这天,董勇突然找到珍珠说道,珍珠,自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深深爱上了你,若是你不嫌弃,我愿意娶你为妻,一辈子疼你爱你。 文言珍珠心里也是一阵激动,这段时间以来,他也对董勇有了不少的好感,发现了他身上有着好多的优点。 所以,面对董勇的表白,珍珠便点头答应了。 当父母得知女儿与董勇私定了终身,心里也是因此乐开了花,于是董勇外便亲自登门为儿子定下了这门亲事。 待到大婚当日,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都过来送上了祝福,要知道王家和董家可是城里的两大世家,若是这两家联合, 日后在城里那岂不是横着走了,所以大家都想着与他们打好关系。 于是在众人的祝福下,珍珠便顺利地嫁进了董家,自打成婚之后,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几乎每天都要腻在一起,任谁看了都是心生羡慕。 可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珍珠发现丈夫经常会早出晚归,而且每次回来都会带着一身的的酒气,珍珠便劝说丈夫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莫要再去喝酒了。 可是丈夫非但不听,反倒是变本加厉,有的时候竟然会夜不归宿,而且第二天回来。 身上还惨留着其他女子的胭脂香味,珍珠哪里猜不到丈夫去做了什么。 珍珠心里崩溃,她不知道为何原来温文尔雅的丈夫怎么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一般。 面对妻子的质问,董勇根本就不予理会,甚至还对着珍珠破口大骂。 珍珠从小到大哪里受过如此委屈,于是她便闹着要回家,见状董勇这才幡然醒悟,于是她便解释道,娘子,都是我的错,这些时日董家生意不景气,我也是压力太大了才会如此,日后我定然不会再犯了。 听到丈夫的话,珍珠心里也是软了下来,想到丈夫的不容易,珍珠便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回去和父亲说,让王家分出一些产业来帮助董家不就行了。 文言董勇大喜,他一把就将珍珠拥进怀里说道,娘子,能够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我以后一定会好生待你的。 当王源外知道后,当即就愤出了一些产业交给了董勇来打理,董勇大喜,于是在王家的帮助下,董家的产业是不断地回升,终于是稳定了下来。 自此之后,董勇便时不时地回去探望岳父,他打算让岳父将王家交给自己来打理,可王源外觉得董勇现在还不太成熟,便拒绝了他,说日后等时机成熟, 自然会交给他。 这天,珍珠突然得到消息,说是父亲染上了重病就要不行了,文言珍珠不禁大脑,一片空白。 要知道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会染上如此重病? 于是,夫妻俩便连忙回到了王家,当见到王源外时,二人都愣住了,只见王源外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一般,原来他的身材还有些臃肿,这才短短几日,就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见到父亲已经是尽气多出气少了,珍珠便扑在父亲身上哭泣起来,据母亲所说,他已经请了不少有名的郎中查看,可效果却是微乎其微,想必这次王源外是挺不过去了。 就这样过了没几日,王源外就彻底失去了生机,于是夫妻俩便将王源外安葬了,如今王家失去了主心股,所以这产业便由董勇接了手。 自打董勇接手之后,他每天都会扑在店铺里,到了晚上都不愿回来。 而且,珍珠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也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只要稍有不顺,就会对他拳打脚踢,让珍珠的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 后来,珍珠发现丈夫竟然当着他的面将女人带回家来,这赤裸裸的背叛让珍珠再也忍受不了,于是便要与董勇合离。 可董勇却一怒之下将王家的一切都据为己有,还将母女俩都驱赶了出来。 珍珠本想去衙门告状,不料这县令竟然被董家收买,所以母女俩的冤情根本就无人理会,如今他们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勉强度日。 这天,一个书生打扮的男子突然来到了破庙里,见到珍珠后,他不禁潸然泪下。 男子说道,珍珠,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放心,王家的冤情我定会替你申冤。 说罢男子就带着母女俩来到了衙门,母女俩发现,当初的县令竟然浑身颤抖地跪在地上,由此可见男子身份定然,不一般。 很快董家人就被带了过来,见到县令都被逼下跪,董家人哪里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赶忙跪在地上希望能保住一名。 通过调查,发现王源外就是被董家暗中下要害死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王家的财产。 而董家与县令私通已久,这些年来不知道做了多少黑心勾当,最终都被那男子打入了死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后来,珍珠才知道,这男子名叫周承安,正是当初他救济的那个乞丐,周承安原本是进京赶考的书生,没想到中途遇到了劫匪没有了盘缠,这才靠着乞讨希望能攒够路费,也正是珍珠的施设成全了周承安。 周承安原本就成绩不错,后来考试之后竟然高中状元,因此被巡抚大人看中收作了一子,于是周承安便即刻回来寻找珍珠,打算报答他的恩情,这一打听才知道王家出事了,因此周承安便喊来了人手帮助王家摆平了冤情。 自此之后,周承安便与珍珠产生了感情,二人便结为了夫妻,周承安便回到了这里做了一方县令,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石河镇内有一个挑夫叫徐立强,每天他都会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徐立强如今三十有余,却仍然是孤身一人,每每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的心里就会一阵空虚寂寞。 其实,徐立强曾经娶过一任妻子,夫妻俩也很恩爱,当时徐立强在城里的店铺里打工,挣的银两很是可观,因此家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是后来,徐立强因为一次见义勇为而被打成了残疾,走起路来变得一瘸一拐,因此而丢了工作。 徐立强因为腿脚不方便,根本就做不了重火,因此只好尽些小物件沿街叫卖,以此来谋求生计。 妻子见到如今的日子一落千丈,便背着徐立强拿着家里的积蓄偷偷离开了,当徐立强知道后深受打击,始终在阴影里无法走出,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浑浑噩噩的度日。 终于在朋友的开导下,徐立强又有了成家的想法,于是便开始找媒婆给自己说媒,不过人家姑娘看到她的腿脚,全都拒绝了她,对此徐立强也很是无奈。 这天,徐立强挑着担子走在路上,就在她路过一处小河之时,突然见到一个洗衣服的女子正坐在河边偷偷哭泣,看样子女子应该是遇到了难事。 徐立强心地善良,虽然自己过得不好,但是见到别人有难她,也会出手相助,于是徐立强便朝着女子走了过去。 徐立强开口道,姑娘! 你为何要在这里哭泣啊?若是遇到了难事不如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助你一臂之力。 闻言,女子便抬起头来,当徐立强看到女子的面容时,不禁浑身一颤,这女子生得肤白貌美,明艳动人,只不过这脸上却是一块块的淤青,不知是谁舍得下如此重手。 只听女子摇头道,大哥无需担心,小女子只不过想到了些伤心事罢了。 闻言徐立强心中一紧,听着女子的话似乎是有着难言之隐,于是徐立强便继续说道, 我叫徐立强,就住在村子西头,若是姑娘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姑娘的。 说吧,徐立强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女子望着徐立强离开的背影,心中不禁感动不已,可是她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李燕。 女子名叫李秋梅,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做不匹生意的,由于诚信经营,生意做得很是红火,母亲王氏性子温和,夫妻俩的感情极深,多年来从未有过争吵。 可就在李秋梅十五岁那年,父亲却在一次外出时遇到了劫匪,等到人们找到她时,人已经死去多时了。 母女俩得知消息后,崩溃大哭,根本就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尤其是母亲王氏,自打丈夫去世之后,整个人就变得沉默寡言,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家中的产业由于没人打理,很快就被同行吞并了。 母女俩只好靠着家里的积蓄度日,幸亏积蓄还算丰厚,保证母女俩的温饱还不成问题。 不料王氏突然就染上了一场大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很快家里的积蓄就被花去了大半。 据郎中所说,仅仅靠这些银两还不够。 所以李秋梅只好到处去借钱,可乡亲们家里都不容易,谁也不愿借钱给她。 就在李秋梅近乎绝望之时,突然卖肉的张屠夫找到了她,表示自己愿意出给王氏治病,不过条件就是李秋梅要嫁给她。 文言李秋梅浑身一颤,这个张屠夫她有所耳闻,此人脾气暴躁,形势嚣张跋扈,将这城里的肉铺全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手底下还有着一众小弟,平时根本就没人敢招惹她。 虽然张屠夫名声如此不好,可是李秋梅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只好牺牲自己,答应了下来,见状张屠夫大喜,过了没几日就迎娶了秋梅过门。 成婚之后,秋梅便去求丈夫医治自己的母亲,可是丈夫却一拖再拖,眼看王氏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李秋梅便因此跟丈夫翻了脸。 不料,却因此激怒了丈夫,张屠夫当场就将她暴打了一顿,随后便将她关在了屋子里饿了三天,等到秋梅被放出来后,这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秋梅心中崩溃,便拿着剪刀去找张屠夫拼命。 可她不过是个弱女子,哪里是张屠夫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晕死了过去。 自此之后,只要张屠夫心情不好,她就会拿秋梅撒气,而且家里的脏活累活也都交给她来做。 秋梅的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她曾经想过逃跑,可是跑了没多远就被张屠夫的手下发现而抓了回来,随后便又是一顿暴打,以至于到现在秋梅也就认命了,所有的委屈只好埋藏在心里。 再说,徐立强这边,自打今日遇到秋梅之后,她的脑海里就不停地出现她的身影,徐立强越是控制着自己不去想,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强烈,她心里清楚,自己这是喜欢上秋梅了。 于是,徐立强也顾不上做生意,她便找到了村子里的赵大姐,赵大姐是这附近有名的红娘,想必赵大姐一定会知道那女子的身份。 于是,徐立强便将此事说了出来,闻言赵大姐不禁叹息道,你说的应该是秋梅吧,此女是个可怜之人,年纪轻轻就被那张屠夫给骗到了家里,如今更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不过你想要救她出来,那可是比登天都难。 当徐立强的知秋梅的经历后,不尽气的她垂胸顿足,怪不得秋梅脸上有那么多的淤青,原来都是那张屠夫打的,她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一想到秋梅在张屠夫手里受苦,徐立强的心中就焦急如焚,她决定一定要将秋梅给救出来。 照大姐知道徐立强的想法后,连忙劝说道,李强,你可千万不要与那张屠夫作对。 此人心狠手辣,跟他逗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等着大姐再给你说个其他的姑娘。 可徐立强却没有说话,她既然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绝对不能让秋梅再受苦了。 于是,徐立强便一路打听地来到了张屠夫的肉铺里,此时已经到了傍晚时分,肉铺的门扮演着,似乎已经收了贪,等到徐立强走进之后,却突然听到院内传来了一阵女子的惨叫。 徐立强心中大惊,连忙推开门走了进去,此时秋梅正跪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今日她不过是把饭菜做得闲了一些,就被丈夫揪着头发暴打。 面对秋梅的求饶,张屠夫却冷笑道,你这个贱人就是诚心与我作对,连个饭菜都烧不好,若是不给你点教训,日后你怎么会长记性? 说罢张屠夫就要扬起手朝着秋梅打去,就在此时,徐立强终于是来到了屋内,一把就将张屠夫的手给拦了下来。 徐立强怒吓道,你这个没良心的恶霸,我不许你再动秋梅。 见状秋梅不禁脸色一喜,她没想到徐立强竟然会找到这里,还肯为了自己招惹张屠夫这个恶霸,不禁心中很是感动。 可徐立强的此举一下子就激怒了张屠夫,他甩开徐立强的手说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来管我的事,真是不知死活。 说罢张屠夫就上前与徐立强打斗起来,徐立强因为腿脚不变,很快就被踹翻在地。 见状秋梅连忙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徐立强,如此一幕让张屠夫更加来气。 于是张屠夫便开口道,好你个小贱人,竟然背着我找了个相好的,真是胆大妄为,看我今日不好好教训你们。 说罢张屠夫就喊来了一群小弟,对着二人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最终徐立强便被打晕了过去,张屠夫就让一群小弟将他扔到了后山,这后山里经常有野兽出没。 而张屠夫因为受伤,不能动弹,这是要借野兽来杀害于他。 不过徐立强运气不错,在草丛里躺了一夜都没有遇到野兽,第二日醒来,他感觉全身都好似散了架一样,没想到那张屠夫竟然如此厉害,看来自己一定要另想出路,不能与他硬碰了。 于是徐立强便强忍住身上的疼痛,朝着山下缓缓地走去,这山林中很是危险,平日里除了一些猎户,一般的乡亲们很少会有人来这里。 可是徐立强走了半天,别说野兽了,就连一些飞鸟都没有见到,真是奇怪得很,就在此时,徐立强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徐立强微微一愣,随后便顺着声音找了过去,很快就在草丛里见到了一只白狐,此时这白狐腹部高高的隆起,似乎是要铲子了,不过看他那痛苦的模样,似乎是难铲了。 白狐见到徐立强出现不禁提高了警惕,见状徐立强连忙说道,你别怕,我没有恶意,我是来帮你的。 似乎是听懂了徐立强的话,白狐眼中的警惕似乎少了许多,见状徐立强便走近了一些,随后便用手轻轻按压着白狐的腹部,希望能帮助他生产。 也许是有了徐立强的安慰,白狐原本焦躁的眼神逐渐变得平静了下来,终于在一个时辰之后,白狐顺利地产下了自己的子嗣。 见状徐立强也是跟着高兴,见到白狐危险解除,自己则是悄悄地离开了。 徐立强在家里养了数日,这才把伤养好,随后他每天都会在张屠夫的店铺外寻找机会,想要救秋梅于水火之中。 这天,徐立强见到秋梅又来到了河边洗衣服,于是他便急忙找到秋梅说道,秋梅,那张屠夫畜生不如,我看你还是跟着我逃走吧,自打第一次见面,我这心里就有了你的影子,秋梅,只要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文言秋梅心中感动,要知道徐立强是第一个肯为他挺身而出的男人,可是想到张屠夫的实力,秋梅还是拒绝道,徐大哥的恩情秋梅记在心里了,那张屠夫的眼线众多,我们根本就跑不远的,徐大哥还是放弃吧。 可徐立强却坚定地说道,秋梅,我怎能忍心让你跟着他受苦,我们不是一事怎么知道呢? 若是成功了这日后,就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 在徐立强的再三劝说下,秋梅不禁心动了,于是二人便商量着如何逃走。 可就在这时,张屠夫却带着一众小弟匆匆赶道。 张屠夫冷笑道,好,你个徐立强,你竟然还敢再来,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下辈子做人机灵点, 不是所有人,你都能惹得起。 说罢一群手下就朝着徐立强围攻而来,此时他们手里还带着棍棒,很明显是想要徐立强的性命, 见状秋梅猛地将徐立强推开,自己则是替他拖延时间。 见状徐立强只好先行离去,可他腿脚不方便,根本就跑不快,不一会就被抓住了。 随后木棍便朝着他狠狠地打来,瞬间徐立强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也许是徐立强运气好,恰好一队官兵路过这里,张屠夫自然是没有勇气与官府作对,连忙带着人离开了。 捡了一命的徐立强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此时他心中甚是难受,不知道该如何解救秋梅,于是他便拿起了家里的散酒疯狂地往嘴里灌去,很快他就有了醉意,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徐立强便听到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他睁开眼一看,却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山林里,而自己身前正站着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 只听美妇开口道,恩人莫怕,我是你之前救下的白狐,那日若不是恩公出手,恐怕我早已难产而亡,这次托梦而来,是专门报答恩公来的。 文言,徐立强心中大惊,没想到自己救下的,竟是传说中的狐仙。 于是,徐立强连忙跪地恳求道,还请狐仙大人就救秋梅吧,那张屠夫甚是厉害,我不能眼看着秋梅跟着他受罪。 听到徐立强的话,美妇便对着他轻轻一指,随后徐立强的身前便出现了一道白芒,等到白芒散去,便见到了一根猪尾巴。 美妇开口道,此事我狐仙一族不方便直接出手,这根猪尾乃是不可多得的至宝,恩公靠他便可救出心爱之人。 文言,徐立强心中大喜,连忙给狐仙磕头致谢,可下一秒,他就醒了过来,徐立强猛然坐起,只见自己手里正握住那根猪尾,不由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等到了夜里,外面开始下起了雷震雨,徐立强拿着酒壶对着嘴里猛灌几口,随后便朝着张屠夫家里赶去。 很快,他便从外墙翻了进去,靠着之前的记忆,徐立强便来到了秋梅的房间,不料开门一看,却见到秋梅正在水里洗澡。 见状秋梅不禁微微一惊,连忙拿过衣服穿在了身上,徐立强也是老脸一红道, 秋梅,今日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你赶紧穿好衣服,跟我走吧。 文言秋梅却摇头道,徐大哥,我们没有机会的,不要为了我在招惹他了,你不是他的对手。 就在此时,房门突然被人推来,正是那张屠夫走了进来,见到徐立强竟然在秋梅的房间里,张屠夫不禁怒喝道, 真是气煞我也,今日我就宰了你们这对狗男女。 说罢,张屠夫就抄起一旁的屠刀朝着徐立强劈砍而去,可徐立强却丝毫没有慌张, 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了那猪尾巴,对着张屠夫就甩了过去。 一瞬间,朱伟光芒大作,一道白芒突然从中飞射而出,直接就没入到了张屠夫的体内, 只见张屠夫竟然从人变成了一头大肥猪。 见到如此一幕,徐立强二人不禁心中大喜, 没想到这朱伟竟然如此神奇,于是二人便连夜逃了出去。 后来,徐立强带着秋梅来到了一个新的小镇生活, 二人结为了夫妻,靠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 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再看那张屠夫,被关在了猪圈里, 最终成为了那案板上的红肉,正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事后未到。 明朝末年,在顺庭县安山镇内有一个猎户,名叫周大强, 他从小就被父母丢弃在山上,多亏了一个老猎户将他捡到, 这才得以存活,还习得了一身的捕猎本事。 时过境迁,如今周大强已经年近三十, 老猎户也早就离他而去, 剩下的就只有家里的两间空房。 周大强生的人高马大,相貌也算英俊, 可是到了现在都没有讨到媳妇, 只因为他脸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那是在他捕猎时被野兽所伤, 看上去就好似一条大蜈蚣趴在脸上。 乡亲们之前可没少给他说美, 可是人家姑娘见到他脸上的伤疤, 全都吓得浑身打颤, 所以全都拒绝了他。 对这些姑娘来说, 若是整日面对这样一张恐怖的脸, 岂不是要天天做噩梦? 所以, 渐渐的便没有人肯为他说美了。 周大强虽然心中孤独寂寞,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他只好默默地忍受。 这天, 周大强带着猎物来到了集市上打算出手, 可突然他发现不远处传来了阵阵哭闹声, 此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 周大强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人们见到周大强, 那恐怖的面容纷纷给他让开了道路, 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 只见一个清秀的女子正跪倒在地, 在他的身前还躺着一个白发老翁, 此时这老翁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 这动手的人周大强也认识, 正是城里出了名的混混许亮。 这许亮与城里王家有些关系, 平日里仗着有王家人撑腰, 可没少欺负别人, 还经常跟摊主收保护费, 在这里摆摊的乡亲都是些平民百姓, 所以为了图个安生都乖乖地听话, 因此许亮这些年来是越来越嚣张了。 只听那姑娘哭泣道:「大哥,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实在是掏不出钱来, 钱都让我爹输进去了。」 不料许亮却冷哼道:「你爹输给了, 我们银两便跑了, 这债当然要你们还了, 若是你们凑不够银两, 我只能把你卖到最香楼去了。」 文言姑娘被吓得脸色惨白, 这最香楼可是触烟柳之地, 若是自己去了那里, 岂不是生不如死。 倒在地上的老翁也挣扎着起身说道:「 不许动我孙女, 老头我即使拼上, 这条命不要也不会让你们动他的。」 此时许亮的耐心早就已经磨磨了, 所以他便对着手下吩咐道, 给我将这老头打个半死扔到后山, 这女的卖到最香楼去。 说罢一群人便准备出手, 周围的乡亲们虽然心中气愤, 但是谁也不敢出手阻拦, 他们可不想招惹这个恶霸。 可是周大强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忌, 他二话不说就挡在了老翁的身前说道:「好你个许亮,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纵容手下行凶, 你眼里还有王法吗?」 许亮见到有人出头, 不禁声出了一丝怒意, 他对着周大强说道:「在这里我就是王法, 兄弟们,给我上。」 给他点颜色看看。 说罢一群人便朝着周大强攻击而去, 周大强冷哼一声, 随后便见他迎着众人打了过去, 许亮本以为这周大强只是脑袋一热响逞英雄, 没想到他三下两下就把他的一群小弟给打翻在地。 见到周大强朝着自己走来, 许亮身上也是不自觉地打站起来, 要知道许亮也就才一米六多的身高, 这平时若不是有着王家顶着随便一个壮汉就能暴打他, 更别说周大强这种有身手的人了。 见状许亮连忙谄媚的一笑, 他开口道:「这位大哥好身手, 今日这事是兄弟不对, 兄弟这就离开, 绝对不会给大哥添麻烦的。」 闻言周大强也是见好就收, 他也不想把许亮得罪死, 于是周大强便对他摆了摆手, 随后许亮赶忙带着手下逃跑了, 乡亲们也是头一次见到许亮吃别, 都对着周大强竖起了大拇指。 就在此时, 那老翁竟是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都晕死了过去, 周大强连忙上钱背起老翁朝着医馆赶去。 带到郎中检查之后, 这才说道:「这伤势已经伤及肺腑, 恐怕没有几日的活头了, 老夫也是无能为力了。」 文言一旁的女子不禁浑身一颤, 扑在老翁身上便痛哭了起来, 周大强健壮也是心中不忍, 据说这女子的父亲已经输光了家里的一切, 他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周大强便将爷孙俩带回了自己家。 据了解女子名叫赵秀花, 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后来父亲因为进了赌场这一切就全都变了, 母亲对丈夫劝说无果便选择了离家出走, 而父亲是越赌越输, 越输越赌, 后来把家里的所以都输了进去, 自己跑出去躲债, 只剩下他们爷孙俩被抓住抵债。 转眼间三日过去了, 老翁最终还是没有挺住, 在他临死前还将孙女托付给了周大强, 于是周大强便买了一副尚好的寿财, 将老翁埋葬了。 秀花对周大强十分感激, 若不是他出手相救, 恐怕自己早就被卖了, 所以秀花便找到周大强说道, 周大哥,你对秀花的恩情无以为报, 秀花打算以身相许, 一辈子伺候周大哥。 闻言周大强激动地浑身打颤, 他开口道, 秀花,你, 你真的愿意嫁给我? 见到秀花坚定地点头, 周大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 便上前将秀花拥进怀里说道, 秀花你放心, 我大强一定会好生待你,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于是第二日, 周大强便在家里简单地办了几桌酒席, 邀请了周围的乡亲们过来做了个见证, 就正式迎娶了秀花过门。 婚后夫妻俩十分恩爱, 几乎走到哪里都要腻在一起, 让乡亲们看了是心中羡慕不已。 周大强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 他便决定去做些生意, 因为捕猎只能勉强维持二人的温饱。 当妻子得知此事之后, 也表示赞同, 毕竟谁都想过更好的生活。 于是周大强在一番打听之后, 得知临线有座干货生意的十分挣钱, 所以周大强便决定用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去赌上一把。 可是夫妻俩才结婚不久就要分开, 让妻子很是不舍, 周大强只好安慰道, 娘子你就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最多一年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秀花见到丈夫趋意已决, 她只好为丈夫收拾好了行礼送她离开, 秀花深知丈夫在外打拼不容易, 分开前她特意说道, 夫君腻在外面行事要多加小心, 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若是稳定下来便回来看看, 我会安心等你回家的。 夫妻紧紧地相拥, 随后周大强便跟随几个顺路的村民一起离开了, 两线距离遥远, 其中还要穿过两座深山, 所以想在两线之间来往很不容易。 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 幸运的是周大强终于是在临线站稳了脚跟, 也靠着诚信经营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让他一下子就信心大增。 他本想着回去探望一下妻子, 可是这边生意正处于关键的时期, 只好托人稍信回去告诉妻子, 等到自己彻底稳住了局面定然会接他过来过好日子。 很快就到了年底, 通过这一年的奋斗, 周大强赚得是盆满钵满, 所以他终于有机会回家一趟了, 他决定这次回去就将妻子接过来在这里生活。 于是周大强便租了一辆马车朝着家里出发, 很快周大强便来到了一处山林, 他望着熟悉的地方, 心中感慨万千, 自己之前就经常在这里打猎。 可就在这时, 全速前进的马儿就好似受惊了一般, 停了下来, 死活都不敢向前踏出一步, 似乎前面有让他害怕的东西一般。 周大强心中一紧, 深知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这马如此惊慌, 定然是察觉到了危险, 于是周大强便撞起胆子, 朝着前面摸索了一段距离。 可就在此时, 一条巨蛇突然出现在了周大强的身前, 周大强猛地退后了几步, 他心中震惊, 自己捕猎多年还从未见过如此大的蛇, 莫非这蛇成经了不成。 周大强见到这大蛇似乎没有攻击他的意思, 那一双眼睛里似乎还带着祈求的意思, 周大强朝着大蛇的身上看去, 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 只见大蛇的腹部正插着两根毛枪, 大蛇只要微微一动就会有鲜血流出。 这大蛇能够长到如此地步实属不易, 而且他记得养父曾经说过, 这野兽若是活得久了是能够生出灵智的。 于是周大强心念一动, 便朝着大蛇走了过去。 周大强试探地说道, 你莫要害怕, 我这就替你将毛枪拔出来, 你千万不要反抗。 只见这大蛇竟是人性化的点了点头, 周大强这才放心了下来, 在拔枪之前, 他先去周围收集了不少纸屑的药草。 随后这才鼓足全身的力气, 将毛枪拔了出来。 随后周大强连忙将草药敷在大蛇的腹部, 许久之后终于是为他止住了鲜血, 周大强也不敢多留, 于是便坐着马车, 绕道离开了。 很快周大强便回到了家, 当妻子见到丈夫回来之时, 一下子就扑到了他的怀里哭了起来, 周大强也是眼眶失红, 他轻轻抚摸着妻子的秀发说道, 娘子, 这次我就是接你离开的, 你放心我们以后再也不离开了。 妻子点头答应, 随后便拉着丈夫进了屋子休息, 自己则是去准备饭菜了, 望着如此贤惠的妻子周大强也是心中感动。 很快夫妻俩就吃饱喝足了, 都说小别胜新婚, 周大强急不可耐地拉着妻子就要进屋, 可是妻子却拒绝道, 夫君你这一路太辛苦了, 今天还是算了, 今晚就好好地休息吧。 经过妻子这么一说, 周大强这才感觉到一阵疲惫, 于是他只好收起自己的心思, 搂着妻子睡了过去。 第二日一早, 周大强便出门去了, 他来到了养父的坟前叩拜, 因为他决定这一两天就带着妻子离开, 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所以周大强在养父坟前跪了很久, 直到傍晚, 这才起身离开。 可是周大强在回去的途中却发现, 乡亲们总是对着自己指着点点,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难道是自己变化太大了? 很快周大强便回到了家里。 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朝着他走了过来, 正是他在村里为数不多的好兄弟张顺, 二人见面来了个紧紧的拥抱, 随后便一起来到了屋内。 张顺开口道, 今日听嫂子说周大哥你回来了, 我特意买了两坛好酒, 咱们兄弟二人好好的喝上几杯。 文言周大强也是心中高兴, 听妻子说他不在家的时候, 都是张顺帮着他忙前忙后的, 所以周大强正好借着今日的机会, 以示感谢。 秀花也为二人烧了满满的一大桌子菜, 兄弟二人便你一杯, 我一杯地对饮了起来, 他们二人相识多年, 关系好的和一个人似的, 所以今日聚在一起, 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一直喝到了深夜, 这才结束。 不成想到了第二日一早, 秀花猛然发现丈夫竟然是没有了气息, 她连忙找来了郎中为丈夫检查, 可是郎中却表示周大强已经就不活了, 多半是因为饮酒过多又发了引急而亡。 秀花扑在丈夫身上痛哭不已, 没想到一夜醒来, 竟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于是秀花便喊来了, 张顺帮着把丈夫埋在了后山。 到了夜里, 一道黑影突然来到了秀花的门外, 她见四下无人便轻车熟路地翻墙而入, 此人正是那张顺。 只见张顺和秀花篓抱在一起, 样子十分亲密, 张顺冷笑道, 终于是把她弄死了, 等我们二人占了她的财产, 就去过那神仙般的日子, 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原来自打周大强离开后, 张顺便经常来探望秀花, 他早就对周大强能够取到秀花, 极度不已, 所以趁着周大强不在她便对秀花展开了攻势。 秀花独守空房本就心中寂寞难耐, 再加上张顺长相俊美, 嘴里还满是甜言蜜语, 很快秀花就与她私混在了一起。 二人有了私情后还不满足, 不想再偷偷摸摸地过日子, 于是张顺便高价买来了毒药, 趁着周大强喝酒时放到了酒里, 一个是自己的妻子, 一个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周大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对自己下手, 这才中了二人的奸计。 可就在二人心中窃喜之际, 突然房门被人猛然踹开, 吓得二人猛然一惊, 可当他们看清来人之后, 不禁双腿发软瘫倒在了地上。 没想到竟是死去的周大强回来了, 周大强冷声说道, 好你们这对奸夫淫妇, 竟敢背着我私会, 还胆敢谋害我性命, 今日就是你们二人的死期。 文言吓得两人跪在地上疯狂地磕着响头, 绣花惊恐地说道, 夫君, 我都是被他强迫的呀, 我心里是爱你的, 求求你就饶了我吧。 听到绣花的话, 张顺也是被激怒, 他一脚就将绣花踹翻在地, 指着他破口骂道, 好你个贱女人, 当初明明是你勾引的我, 今日竟敢反咬一口, 看我不打死你。 见到二人扭打在一起, 周大强没有丝毫的怜悯, 只见他身形突然急速地胀大。 瞬间就变成了一条大蛇, 吓得绣花二人是屎尿横流。 还不等二人求饶, 大蛇便一口将它们吞掉了, 随后大蛇竟然是化作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朝着后山方向离开了。 只见女子来到了周大强的坟前, 二话不说就将他的坟给挖开了, 很快周大强的尸身就被他放在了地上。 随后便见到女子从口中吐出了一颗珠子, 这正是他的内丹, 里面可是他修炼多年的修为,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将内丹给周大强扶下, 过了没多久, 周大强竟然是睁开了双眼。 周大强起身发现自己来到了后山, 身旁还有一个不相识的女子, 他心中是疑惑不解, 他连忙问道, 姑娘请问我, 为何会在这里? 你又是何人? 于是女子便把周大强之前的经历说了出来, 文言周大强心中是气愤不已, 没想到这二人竟然如此的阴毒, 胆敢害死自己, 不过听到女子是由大蛇所化, 还为自己报了仇, 周大强便心生感动。 如今女子失去内丹, 已经是修为全无, 现在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了, 周大强得知此事之后也是心中愧疚, 他便决定娶女子为妻, 一生一世照顾她, 女子心中一喜, 于是二人便结为了夫妻。 后来夫妻俩搬到了林县经营生意, 日子是越过越好, 几年后, 妻子还为周大强生下了两个孩子,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明朝万历年间, 在晋安县石河镇内有一个王源外, 他家祖祖辈辈皆是做布料生意的, 传到他这一代生意是越来越红火, 因此王家变成了镇上的富贵大家。 王源外娶了四房妻子, 这几年来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 直到最后才生出了一个儿子, 王源外向来重男轻女, 因此对小儿子是极为的溺爱。 小儿子名叫王贵, 从小就被王源外给宠坏了, 凡是被他看中的东西,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抢到手。 王源外非但没有纠正儿子的坏习惯, 反倒是认为理所应当, 因此王贵长大后便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 这天, 王贵带着一众手下 在城里游玩, 凡是他路过的地方, 乡亲们全都自动地给他让开道路, 生怕一个不小心惹的这位爷不高兴给自己招来麻烦。 只听王贵说道, 李三, 吩咐你的事办好了没有? 若是给我惹出麻烦, 看我不收拾你。 文言一旁的李三不禁浑身一颤, 他不禁苦笑道, 公子, 那林涛是个硬骨头, 我许诺了他不少的好处, 可他却还要去报官, 小的也是没有办法了。 听到李三的话, 王贵不禁冷声说道, 真是个废物, 既然那林涛如此的不识好歹, 那干脆就做掉他, 记住手脚麻利点, 千万不要留下痕迹。 听到王贵的命令, 很快李三便带着兄弟离开了, 像这种事他已经习惯了, 即便是被发现了, 也有王家给他撑腰。 其实就在几天前, 王贵撞见了林涛的妻子柳氏, 见他长得花容月貌, 于是当即就将柳氏给抓回了王家殿屋。 那柳氏见到自己不干净了, 于是便趁着王贵不注意, 一头撞死在了墙上, 后来林涛知道自己的妻子受辱而死, 便找到了王家闹事, 还扬言要报官, 抓他们。 原本王贵以为拿些银子就能搞定, 不料林涛却态度强硬, 所以王贵为了自保只好做掉他, 正因为王贵的心很手辣, 所以一般人都不敢招惹于他。 今日, 王贵出来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目标, 可是这街上的女子看到他全都躲得远远的, 因此王贵看了许久都没有见到满意的姑娘。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从不远处迎面走来, 手里还怀抱着几块布料, 从那颜色来看应该是做红衣用的。 女子名叫李思思, 近几日刚刚确定了婚事, 于是她便买了些布料, 打算做件红衣出嫁用, 此时她的脑海里都是对婚姻的向往, 一时间忽略了身前的王贵。 只听王贵坏笑道, 每人想到了什么美事这么高兴, 不如说出来让哥哥也乐呵乐呵。 文言李思思便从幻想中走了出来, 当她看清身前的王贵时, 不禁吓得连连后退, 连话都不敢说, 转头就要离开。 王贵早就被她的美色吸引, 哪里会轻易放她离开, 于是便带着手下将她围了起来, 只听王贵吟笑道, 小美人哪里跑? 哥哥, 这就带你回王家, 只要你表现得好, 将来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保证你吃香得喝辣的。 文言李思思连忙摇头道, 王公子, 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现在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过几天就要成婚, 与王公子是有缘无分了。 不料, 王贵却说道, 我不管你有什么婚约, 今日等我们生米煮成了熟饭, 那你便是我的人了。 说吧, 王贵便上前准备动手, 李思思虽然极力地反抗, 可她哪里是这几个大男人的对手, 很快就被束缚住不能动她了。 就在李思思近乎绝望之际, 突然一声抱贺传来, 王贵你给我助手, 若是你敢动思思一根汗毛, 看我不要了你的狗命。 文言李思思回头看去, 不由得心中大喜, 因为这来人便是他的未婚夫董顺, 原来是有相亲认出了李思思, 所以便将这消息告诉了董顺。 见到自己今日的威严一再被挑衅, 王贵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指着董顺说道,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既然知道我的身份还敢来阻拦于我, 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 说吧, 王贵便对身旁的手下吩咐道, 来人哪, 给我上, 给我往死里打, 除了是我负责。 听到王贵的话, 一众手下便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 那董顺也不是个耸人, 上前就与众人扭打在了一起, 虽然他身手不错,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董顺就被打翻在地无法反抗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辆马车停了下来, 只见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人走了下来, 乡亲们见到中年人来了不禁心中大喜, 看来这董顺是有救了。 这中年人名叫周济世, 乃是城里周家的家主, 周园外乃是穷人出身, 从一个砍柴的侨夫一步步走到现在, 所以他经常会接济周围的穷苦百姓, 深受乡亲们的敬重。 只听周园外喝赤道, 王贵, 光天化日之下你竟然敢抢抢民女, 还带人欺辱百姓, 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文言王贵不禁浑身一颤, 若是别人跟他这么说话, 他早就上前动手了, 可这周园外与他的父亲身份齐平, 而且两家还有着不少生意上的往来, 所以王贵可不敢招惹他。 于是王贵便笑道, 周伯说笑了, 我不过是与他们发生了些小摩擦罢了, 我可做不出那欺男霸女之事, 既然周伯来了, 那我便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了。 说着便不情愿地将李思思二人给放了, 见状周园外便说道, 王贵, 做人做事, 莫要太过嚣张, 否则定然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如今自己丢了面子, 王贵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随后李思思二人便跪在地上感谢周园外, 周园外见到董顺身受重伤, 便让下人搀扶着他去了医馆。 那王贵离开之后, 心里甚是气愤, 要知道以他的地位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鸟气, 虽然对付不了周家。 但那李思思她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就在几日之后, 那王贵突然就染上了一种怪病, 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的, 这可把王源外给吓坏了, 于是他连忙去请来了郎中为儿子医治。 可是郎中来了不少, 却没有一人能查出王贵的病因, 眼看儿子这病越来越重, 王源外急得事业不能寐。 后来有人推荐王源外去, 请个道士过来试试, 王源外走投无路只好照做, 不料这道士一来还真查出了问题。 道士在王贵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木雕, 这木雕乃是用荫木制成, 上面沾染了许多的阴气, 王贵便是被阴气入体这才导致精神异常, 即便道士再厉害也治不好王贵了。 如今儿子变成了傻子, 王源外便被彻底的激怒, 于是在他的调查下, 这才发现是那董顺所为。 董顺是木匠出身, 除了有些手艺外, 还会一些奇异的能力, 见到这王贵不肯放过他的未婚妻, 所以董顺便用了如此计谋来陷害王贵。 于是王源外便暗中派出了杀手, 将那董顺给杀害了。 而他的未婚妻李思思却意外逃走, 不知道究竟去了哪里。 说起那周园外, 他如今已然是事业有成, 在外人看来他应该是没有什么烦恼了, 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周园外取七章事, 周园外能够走到如此地步, 也是离不开妻子的支持与鼓励, 二人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 感情一直是恩爱如初。 可是让夫妻俩犯愁的是, 他们成婚这些年来, 张氏却一直没能为周家生下孩子, 这可把夫妻俩给愁坏了。 其实, 最开始张氏怀上了一个孩子, 可那时候跟着周园外走南闯北, 一个不小心就给掉了, 也正是那一次留下了隐吉, 导致张氏到现在都没有怀上。 为了给妻子治病, 这些年来夫妻俩可谓是四处寻医, 就连一些偏方也都是过了也没有办法, 为此张氏总会偷偷地流泪哭泣。 为了能让周家有后, 张氏便对丈夫说道, 夫君, 为了周家的以后, 你还是再取一房吧, 否则周家这偌大的财产该谁来继承。 文言周园外却摇头道, 娘子, 我的心里就只有你自己, 我哪里还看得上别人, 只要我们过得好, 即便是没有孩子,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张氏却摇头道, 夫君, 此事就交给我来做吧, 我不能因为孩子的事让周家蒙羞。 见到妻子执意如此, 周园外也是没有办法, 于是张氏便对外放出消息, 说是要为周园外那妾。 此话一出, 不知有多少人家的女子都争着抢卓想嫁到周家, 一时间周家的大门都快被挤破了, 可张氏却对这些胭脂俗粉看不上眼, 只凭一些姿色还是进不了周家的门的。 这天, 王元外突然来到了周家, 由于周元外外出谈生意, 所以张氏便将王元外给迎了进来。 张氏开口道, 不知王元外来此所为何事啊。 文言王元外便笑道, 弟妹, 听闻你要为周老弟那妾, 恰好我有一个远方表妹在我王家借宿, 我想将她介绍给周老弟, 到时候我们两家联姻, 这城里便没有人能撼动我们了。 听到王元外的话, 张氏不禁一愣, 没想到王元外竟然会亲自上门来说亲, 不过这王家的地位颇高, 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张氏便说道, 既然王元外亲自说没, 带我夫君回来我定然会告诉她, 到时候让她与王小姐见一见, 希望我们两家能够洗劫连理。 听到张氏答应, 王元外也是心中一喜, 随后再约定了时间后, 这才离去。 带到周元外回来之后, 张氏便将此事告诉了她, 原本周元外是不想同意, 可毕竟人家王元外都亲自上门了, 所以周元外便答应了此事。 很快王元外便带着表妹来到了周家, 女子名叫王秀莲, 此女生的是国色天香, 身材凹凸有致, 那一贫一笑皆是令人着迷。 周元外刚一见到王秀莲便被她给吸引住了, 王秀莲不但人长得美, 这为人处事也是尽显大家风范, 因此对她周家夫妇都很满意。 于是就这样两家便将婚事定了下来, 待到几日之后, 周元外便大摆宴席迎娶了秀莲过门。 自打秀莲来到周家, 不但体贴自己的丈夫, 而且对张氏也极为的尊重, 总会一口一个姐姐的叫个不停, 因此一家人的感情也是极快的升温。 就在成婚一个月后, 这天秀莲突然就呕吐不止, 吓得周元外连忙去请了郎中过来, 不料郎中却说道, 恭喜周元外, 夫人这是有喜了。 闻言周元外不禁激动地浑身颤抖, 她没想到秀莲竟然这么争气, 刚一进门就怀上了周家的骨肉。 于是周元外便将秀莲抱在怀里说道, 秀莲辛苦你了, 你放心, 日后我一定会好生待你, 你就是我们周家的大功臣。 听闻秀莲怀了孩子, 张氏也打心底里为她高兴, 而且她还亲自过来服侍秀莲, 生怕这孩子有个意外。 可就在半个月后, 秀莲的肚子突然就变得疼痛难忍, 这可吓坏了一家人, 而且请来的郎中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可把周元外给愁坏了。 很快往元外便闻讯赶来, 而且她还带着一个道士, 据说这道士是她花大价钱请来的高人, 专门是给秀莲看病的。 等那道士一番推算之后, 她竟是将目光看向了张氏, 只听道士说道, 大夫人命里无子, 她的命格与二夫人的命格相冲, 所以才让二夫人有了如此反应。 若是大夫人还在这府上, 恐怕这孩子。 闻言, 众人皆是一惊,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回事, 周元外知道后, 也是心中别扭,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见状张氏便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先搬出去一些时日, 等到妹妹生完孩子再回来就是。 听到妻子的话周元外, 也是心中感动。 于是当天周元外便将张氏给送到了另一座宅院, 等她往回走十天, 已经黑了, 而且天上还下起了雨。 就在周元外路过一处山林时, 这马车突然就坏在了半路, 于是周元外只好先找地方避雨, 恰好在不远处还有一个破庙, 周元外便连忙赶了过去。 就在她到了破庙门口时, 突然一个胳膊伸了出来, 将她拉了进去, 带到周元外看清人后, 不禁一愣, 原来是一个尼姑, 不过这尼姑似乎有些眼熟。 只听尼姑说道, 周元外, 好久不见, 今日我是来救你的, 你要记住回家后, 万万不能喝茶, 一定要小心你的妻子。 此时, 周元外终于是认出了尼姑, 她正是自己当初救下的那个叫李思思的女子, 可还不等她开口, 突然周元外便从梦中惊醒过来, 此时马车已经快到家了, 周元外不由地心里紧张了起来。 很快周元外便来到了屋内, 她刚一进屋秀莲, 便热情地迎了上来, 周元外不禁开口道, 秀莲, 你身体不便还是快躺下休息吧。 文言秀莲却摇头道, 老爷放心, 我身体已经好多了, 老爷为了我来回奔波, 还是快喝杯热茶休息休息吧。 望着秀莲递过来的茶杯, 周元外不禁一愣, 可随后她还是接了过来喝了一口, 见状秀莲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喜色, 随后二人便上床休息了。 约莫三更之时, 突然房门被人悄悄地推开。 随后, 一个男子便溜了进来, 只见秀莲赶忙迎了上去。 那男子问道, 他喝了那茶, 想必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等他一死, 到时候这周家便都归我王家了。 文言秀莲也跟着笑道, 到时候你可不能忘了我, 我为了你潜入周家受尽了苦难, 你千万不能负我。 就在这二人交谈之时, 突然周家的一群下人破门而入, 当场就将这二人给抓住了。 此时周园外便从床上走了下来, 见状秀莲二人也是心中大惊。 原来周园外根本就没有咽下那一口茶, 为的就是装作重计来引出那幕后的黑手, 没想到竟然都是这王园外的圈套。 于是周园外便一气之下, 将二人给抓到了官府, 在县令的审问下二人便交代了事实, 最终被抓进了大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日周园外便将妻子张氏接了回来, 经历了此事, 他再也没有那切的想法。 不料过了没多久, 妻子竟然怀上了身孕, 据他所说是一个尼姑给了他一颗药碗, 没想到还真的有用, 最终张氏给周家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一家人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明朝末年, 在通州青阳县内有一户穷苦人家, 这户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丈夫多年前进山打猎,意外身亡。 当时妻子王氏刚刚生下孩子, 只好咬着牙扛起家庭的重担。 乡亲们见到王氏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不容易, 便经常会拿出些粮食来接济他们, 所以王氏对乡亲们十分的感激。 大家见到王氏还年轻, 便开始劝说他改嫁, 要知道王氏年轻的时候可是一等一美人, 即便是生了孩子, 这身材仍然是婀娜多姿, 所以村子里的单身汉就都排着队的来追求王氏。 不过王氏心中对丈夫感情很深, 这一世再也装不下别人了, 所以王氏便都拒绝了他们的追求, 只希望自己把儿子抚养长大, 便知足了。 王氏的孩子叫李天,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从小李天就比其他的孩子懂事, 母亲在做工的时候, 他就会在一旁帮着打下手, 等到大些了还会去山上砍柴来补贴家用, 让王氏心中很是欣慰。 转眼间李天就长成了一个壮硕的小伙子, 如今李天在城里张家做短工, 虽然平时累了些, 但是收入还算稳定, 所以母子俩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见到李天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王氏想着为儿子说门婚事, 于是他便找到了村子里的徐大姐, 让他帮忙张罗此事。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都不见徐大姐回话, 王氏内心焦急, 便找到徐大姐询问, 徐姐, 我儿的婚事张罗得如何了? 只见徐大姐轻声叹息道, 妹子, 我也不瞒你, 你家李天长相虽然俊郎, 但是你们这家境在村子里都是垫底的, 谁家姑娘肯嫁过来受苦呢? 这没可难说呀。 听到徐大姐的话, 王氏不禁失红了眼眶, 他眼面哭泣道, 都怪我没有本事, 拖累得天儿, 娶不上媳妇, 我对不起李家的列祖列宗啊。 文言, 徐大姐说道, 若是你当初改嫁, 这家里有个男人撑着, 恐怕生活也不至于过得如此窘迫了。 说完徐大姐便离开了, 王氏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心中全都是对儿子的愧疚之意, 想着想着王氏便感觉心肩易紧, 随后便两眼一黑不省人事了。 等到李天做工回家, 这才发现了母亲的异常, 于是他赶忙背着母亲去了城里的医馆。 在一番检查下, 只见郎中摇了摇头道, 你母亲这是隐急爆发, 若想要治好可不容易, 而且还需要花费一大笔银子,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文言李天浑身一颤, 随后他扑通跪在地上祈求道, 还请神医救救我的母亲, 无论多少银粮我都会想办法的。 郎中见到他浑身脏乱, 一看就是穷苦人家, 不过郎中却被李天的孝心所感动, 于是郎中便说道, 这银子最少也要数百两, 你就算把自己卖了都掏不起, 不过若是你能找来龙眼草, 或许你母亲的病就有救了。 文言李天心中一喜, 连忙问道, 敢问神医这龙眼草该去哪里找呢? 郎中说道, 十年前我曾在后山深处发现过一颗, 若是你运气好的话, 或许去那里能够找到, 不过这山林深处到处都是野兽, 千万不要为了采药搭上性命。 文言李天连忙谢过郎中, 随后便带着母亲回家了,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会找来龙眼草为母亲治病。 于是李天便找来了乡亲们帮着照顾母亲, 自己则是带着些干粮出发了。 李天出村十里后便到了山的外围, 此时这里有不少的猎户正在售卖不到的猎物, 见到李天手无寸铁的就要进山, 一旁的猎户不禁说道, 小兄弟, 这里面十分危险, 你这样贸然进去, 岂不是送死? 李天知道猎户是出于好心, 于是他便说道, 多谢大哥提醒, 不过在下需要进去为母亲采药治病, 即便是在危险, 我也要尝试一番。 猎户被李天的孝心感动, 他继续说道, 不知小兄弟找什么草药, 我常年在这里面捕猎, 见过的药材可不少, 不妨你说出来, 或许我能给你些帮助。 文言李天大喜, 连忙将龙岩草的样子说了出来, 可猎户却表示从未见过这种草药, 若是真的有的话, 那也只能是在更深处了。 李天谢过了猎户, 随后便朝着山林走了进去, 这山里原本没有路, 但是有猎户常年出入。 渐渐地便踩出了一条小路, 所以李天便顺着小路不断深入。 等到天色变暗, 李天已经深入了许多, 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几只野兽, 不过李天可不敢招惹, 他都是躲进草丛, 等到野兽离开后, 他才继续出发。 如今天色已晚, 他便找了处隐秘之地, 吃了些干粮, 打算在此休息一晚再出发。 待到第二日一早, 李天就被冻醒了, 他扑打掉身上的沉路, 随后便朝着更深处走去, 随着他越走越远, 这里面时不时地会传出一阵阵嘶吼之声, 李天不得不提高警惕, 自己可不能轻易地死在这里。 待到五时, 李天便来到了一处悬崖下面, 他抬头望去, 这山高的根本就看不到头。 据郎中所说, 这龙岩草一般都生长在悬崖峭壁不易采摘, 所以李天只好硬着头皮往上爬去, 希望可以有些收获吧。 这峭壁虽然陡峭, 但是上面有着许多凸起的石头, 所以李天正好能够借力爬上去, 可随着他越爬越高, 李天的双腿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他根本就不敢往下看, 生怕自己被吓得没了力气, 于是李天只好一直向上。 不知道爬了多久, 突然李天发现在不远处正长着几棵小草, 他仔细一看, 竟然真的是他要找的龙岩草, 李天心中大喜, 一时间心中的巨翼也一扫而光。 于是李天便飞速地朝着龙岩草爬去, 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其中一块石头突然出现的松动, 李天没有站稳, 一下子就摔了下去。 情急之下, 李天抓住了崖边的藤蔓, 以此来减慢落地的速度。 可即便如此, 李天还是重重地摔倒在地, 直接就昏迷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天终于是醒了过来, 此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处洞穴之中, 莫非是有人救了自己不成。 可等他回头看去, 眼前的一幕吓得他险些晕倒在地, 只见一条水桶般粗细的大蛇正盘踞在洞穴内, 此时一双树铜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李天吓得连连后退, 生怕这大蛇一口吞了自己, 可渐渐地他发现大蛇似乎没有攻击他的意思, 难不成是大蛇把自己救到这里的? 突然, 李天见到大蛇的身上竟然插着几根长毛, 上面还有着刚刚凝固的血字, 显然是中了猎户的陷阱。 李天看到后也是心中不忍, 于是他便鼓起勇气, 上前说道, 我没有恶意, 我来帮你拔掉这些长毛, 你千万不要乱动。 只见大蛇竟然是人性化地点了点头, 李天心中一惊, 随后便上前抓住一根长毛, 使出他吃奶的力气这才拔出了一根, 紧接着李天又把其余的长毛拔了出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李天便准备离开了, 他还要去采龙、 盐草、 为母亲治病了。 可就在这时, 大蛇突然动了, 只见他用蛇围卷过来一个木箱, 李天试探地问道, 这是给我的。 只见大蛇点了点头, 随后他便朝着洞穴深处爬去了。 李天将木箱打开一看, 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 这里面竟然全都是金银珠宝, 自己这次发达了, 母亲的病也不用发愁了。 李天强压住内心的激动, 他爬到山上摘下了龙岩草, 随后便带着一箱子宝物出山去了。 李天回到家里, 将木箱藏了起来, 这些宝物若是让别人看见了, 定然会起了贼心, 没准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所以李天不敢轻易暴露。 随后李天拿着龙岩草, 找到了郎中, 见到李天真的找到了, 郎中便赶忙给王室治病, 在郎中的医治下王室的病情, 终于有了好转。 随着母亲一天天地变好, 李天便将得到宝物的消息告诉了母亲, 王室知道后心中也是震惊无比, 没想到儿子竟然有了如此的奇遇, 他们母子俩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于是李天便在城里买了一处大宅子, 把母亲接到了城里享福, 对于之前帮助过他们母子的乡亲, 李天都爱家爱户地送去了银两, 一下子李天变成了村子里的名人, 大家都相传李天是捡到了宝贝, 发财了, 让乡亲们十分的羡慕。 自打李天搬进大宅子之后, 徐大姐隔三差五的便会来此为他李天说美, 说是这村子里的姑娘为了嫁给李天几乎都挤破了脑袋, 这可把王室给高兴坏了。 可是李天挑了许久都没有挑中心仪的女子。 王室见了也在心中为他着急, 于是王室便找到李天说道, 儿啊, 你究竟要找个什么样的女子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 只要这女子贤惠持家就好。 文言李天说道, 娘, 其实孩儿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心仪的女子, 只不过迟迟不敢袒露心声罢了。 听到儿子的话, 王室赶忙问道, 到底是谁家的女儿还不快写告诉娘, 娘去给你说美, 此事一定能成。 还不等李天开口, 两道人影便走了进来, 王室看清来人后赶忙赢了上前, 组长, 倩倩, 你们怎么来了, 快些里面请。 来人正是母子俩之前的族长张胜, 这些年来, 族长可没少给他们照顾, 所以母子俩对张胜很是感激, 而旁边的女子就是族长的女儿张倩倩。 李天见到张倩倩的时候, 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其实他心仪的女子正是这张倩倩, 二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 可谓是青梅竹马, 可是长大之后, 二人便很少来往了, 而且张倩倩见到自己也没有之前的热情了。 只听张胜大笑道, 真是三十年, 河东三十年, 河西, 末期少年穷, 李天哲好本事, 竟然在这里买下了这么大的宅子。 文言李天连忙说道, 族长谬赞了, 若是没有族长之前的救助, 我们母子俩哪里会有今天, 若是村子里遇到了男士, 我李天绝对不会不管。 听到李天的话, 张胜不禁眼前一亮, 随后便笑道, 其实, 今日我过来, 是为了倩倩而来, 这孩子一直对天倾慕有加, 再加上二人, 从小就一起长大, 感情很是深厚, 所以我这个做父亲的, 只好厚着脸皮来说, 亲了。 文言李天心中大喜, 其实他迟迟不肯结婚的原因, 就是为了等着张倩倩, 如今人家主动上门是好, 李天怎能怠慢? 于是, 李天直接便开口道, 不瞒族长, 其实我心中早就对倩倩倾心已久, 既然倩倩看得上我, 我一定会娶她过门, 踏踏实实和她过日子的。 文言张胜等人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于是王室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两家坐在一起, 越吃是越尽兴。 张胜开口道, 亲家, 不如今日我们就把婚期给两个孩子定下, 我们做父母也算是了缺一桩心事。 文言王室心中大喜, 他开口道, 如此甚好, 恰好七日之后就有个好日子, 不如就定在那天。 张胜大笑道, 好, 一切就依亲家所言, 就定在那天了。 很快两家联姻的消息便传了出去, 待到大婚当日, 乡亲们全都自发地过来帮忙, 很快这宽阔的宅院里便挤满了客人, 场面看起来十分的热闹。 很快一身红装的李天便将新媳妇接了回来, 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 二人便拜了天地, 随后李天便被乡亲们拉去喝酒了。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日的李天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 一向不能喝酒的他也接连喝了几大碗酒, 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的。 突然李天感觉有一股尿意袭来, 于是他便去外面上茅厕, 可就在回来的途中, 却被一个乞丐拦了下来。 乞丐开口道, 小兄弟今日大婚, 不知可否施舍给老头子些吃食啊。 只见李天点头道, 老伯随我进来, 我这就给你端菜去。 于是乞丐便来到了院里坐下, 李天便给他端来了一大碗肉, 还拿了一碗好酒, 乞丐接过酒肉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见状李天便准备离开, 可乞丐却突然拦下了他道, 小兄弟印堂发黑, 今日恐怕是要大难临头啊。 文言李天心中一惊, 自己给了老乞丐酒肉, 他应该没有理由欺骗自己。 于是李天便试探地问道, 敢问老伯可是看出了什么? 只听乞丐笑道, 老夫, 今日过来, 就是专门替你解难的, 今晚这栋房, 我替你去。 听到老乞丐的话, 李天不禁心中一怒, 可还不等, 他发火, 老乞丐便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李天的火气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眼里取而代之的全都是尊敬之色。 这酒席一直吃到了傍晚, 这才结束, 等到把所有的客人送走, 李天已经累得是直不起腰来, 于是他这才摇摇晃晃地朝着洞房走去。 等到了洞房之中, 发现这屋里竟然没有点蜡, 黑乎乎的一片啥也看不清, 于是李天便准备点上蜡烛, 可妻子突然出声道, 夫君莫要点蜡, 我心里害羞就这样黑着吧。 文言李天笑道, 好, 好, 一切就都依娘子所言,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们赶紧歇息吧。 说吧李天便朝着妻子搂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一个匕首突然宠着李天猛然刺来, 只见李天似乎早有防备, 轻轻一侧身边躲了过去。 见到自己的公鸡落空, 妻子也是心中大惊, 于是她便准备继续出刀, 不料自己的手突然就被人死死地抓住, 此时屋里的蜡被人点着, 张倩倩见到眼前的一幕吓得近乎崩溃。 只见屋子里竟然有两个李天, 可就在这时, 在她面前的李天突然就变成了一条凶猛的大蛇, 只见大蛇对着张倩倩吐出了一口浊气, 张倩倩一下子就变得木讷起来。 随后, 李天就把妻子告到了官府, 在县令的审问下, 张倩倩丝毫没有隐瞒, 一五一时地把她的阴谋说了出来。 原来她们妇女是看上了李天的财宝, 所以才想着故意嫁给她, 然后再暗中把她弄死, 这样便可以继承李天的一切, 不料害人中害己, 最终妇女俩被县令打进了死牢。 其实, 大蛇是山里修炼多年的仙家, 李天对她有恩, 所以在算到李天有劫难之后, 她便化作乞丐, 接近李天, 这才助她逃过一劫。 后来, 李天在没人的撮合下, 娶到了一位贤惠的妻子, 二人在城里做起了生意, 由于诚信经营生意是越做越好。 后来, 二人还有了一对儿女,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古时关口村有户人家, 家境极是贫寒, 虽有几间破旧茅屋, 田地却无半亩。 为了维持生计, 丈夫王贵只得四处做杂役。 好在只有他们夫妻二人, 虽然每天吃糠燕菜过得十分辛苦, 但日子总算能勉强对付。 即至后来, 妻子李氏产下一子, 家里多了张嘴, 生活就变得越发捉襟见肘起来。 常言道, 宝暖思淫欲, 饥寒起道心。 看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和满面愁容的妻子, 深感愧疚的王贵, 只得一咬牙, 铤而走险干起了挖坟掘墓的勾当。 虽说都是发死人才, 但和专发大幕聚种的摸金校尉, 发丘天官, 班山道人, 还有谢领历士等不同, 不入流的王贵只会刨一些平常人家的坟包。 好在当时民间有后葬之风, 在普通的家庭都会在棺材里放上几件金银首饰, 王贵就靠着盗取这三瓜粮枣养活了全家人。 转眼间, 儿子已经长到六岁, 虽然王贵并不贪心, 这见不得人的勾当, 只有在家里确实五米下锅时干上那么一两回, 并且每次都会将被盗的坟恢复如初, 使人难以察觉到异常。 然而, 纸终究包不住火, 时间长了总会露出一些马脚, 附近的乡邻也逐渐对他起了疑心。 这天德高望重的李正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就突然登门造访。 俗话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王贵顿感不安, 隐隐觉得大事不妙。 果然, 李正坐定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王贵啊! 这挖坟掘墓, 袍人祖坟乃罪损因得之勾当, 盗墓贼大多死于非命不得善, 并且还会获颜子孙后代啊。 王贵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道, 您老怎么突然和我说这些啊, 我又没干那缺德事。 再说了, 我想, 若不是被生活所迫, 只怕也没人愿意做盗墓贼吧。 李正义味深长地笑道, 我就说说闲话, 可没说你做了什么。 其实, 今天我来是有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 王贵啊, 你家里不富裕, 又没个正经营生, 赶巧县里, 我家有个亲戚是开米铺的, 生意做得挺大。 前两天, 说人手不够还要请伙计, 我寻思你有一膀子好力气, 倒是挺合适, 就有心把你介绍过去。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啊? 闻言, 王贵暗自松了口气, 但他并不糊涂, 知道李正肯定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只是出于同情, 并不打算点破而已。 至于还好心给他介绍正经差事, 这明摆着是要给他悬崖勒马的机会, 毕竟他干的事只要被抓住暗律, 可是要砍头的呀。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况且, 王贵自己也不愿做一辈子提心吊胆见不得光的土耗子, 当下自然对李正是连连败谢, 感激不尽。 看到王贵的态度, 李正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他道, 这是我的亲笔信, 到了米铺交给掌柜, 他必定会看在我的面上, 将你留下。 送走李正之后, 王贵和妻子连忙说了此事, 妻子也认为不可措施良机, 应当尽快去县里看一看。 若果真能够顺利留在米铺, 丈夫今后也就不用再干那亡命的勾当, 家里也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商议也定, 次日天刚蒙蒙亮, 王贵就早早起床,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又把信封小心揣在怀里, 就准备出门。 可六岁的儿子王虎醒来, 就看到父亲穿戴整齐要去县礼, 也哭闹着要跟他一起去。 王贵原本嫌麻烦, 不肯带他, 但妻子李氏却说, 今天就是去让掌柜看一看你这个人, 用不用你还不知道呢? 再说, 就算要用你, 那也得让你回家收拾行李, 铺盖不适。 反正今天不会正式开工, 你就带着儿子让他去见见世面, 又有何不可? 拗不过妻儿, 王贵只得点头答应。 去县里要横渡一条大河, 当父子俩来到岸边, 就见河面上烟波渺渺, 水气蒸腾, 四周却没有船家的身影。 见此情形王贵只得双手和拢, 放在嘴边朝着对岸大喊道, 船家, 有人要过河, 这天雾很大, 王贵连喊了几嗓子, 却始终无人回应, 而他又无法看到对岸是否有船。 正当他焦躁起来时, 河面上传来一阵木桨拍打水花的声音, 似乎是有传过来。 果然才过得片刻, 就见一叶小舟穿过浓雾停靠在了岸边。 王贵大喜, 赶忙领着儿子登舟, 又从怀里摸出铜板地过去道, 劳驾到河对岸, 我们要去县礼。 船家一言不发地接过船前, 立即掉转船头朝着对岸驶去。 只是有些奇怪的是, 他一直都低着头, 驾船的姿势也十分生硬, 身上还湿漉漉的, 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见船家浑身透露着古怪, 王贵有些不安。 为防不测, 他不动声色地把儿子拉到怀里紧紧抱住。 船很快驶到了河中央, 这里的雾淡了许多, 四周的景象渐渐变得清晰。 但不知为何, 小船却突然停了下来。 按理说王贵半夜时分都赶在荒郊野地刨坟开关, 胆子肯定不会小。 但世间是一物降一物, 他天生就特别怕水。 上船后一直精神紧绷, 又见船家古离古怪, 如今船也莫名其妙地停在河中央。 王贵自然惊骇不已, 刚要问船家是怎么回事, 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你, 你是人是鬼。 原来船家此时已经抬起头, 王贵看到的竟是一张煞白的脸, 就跟涂了面粉似的, 泛着绿光的眼睛还死死地盯着父子二人, 这父母样别提多顺人了。 年幼的王虎被这一幕吓得拼命往父亲的怀里躲, 王贵则赶忙搂住儿子低声安抚了几句, 随后强装镇定地问道, 船、家, 这船怎么停了? 船家面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王贵, 这些年你可没少干缺得势, 不怕实话告诉你, 我是这河里的水鬼, 今日就要抓你当替身。 这是船家第一次开口, 声音冷得像寒冰一般。 王贵当即被吓得魂飞魄散, 虽不甘心坐以待毙, 但他连游水都不会, 眼下这局面除了任命, 也别无他法。 念及此处, 王贵只得哀求道, 我死不足惜, 只求你能放过我可怜的儿子, 他才刚满六岁, 还只是个孩子。 水鬼一愣, 突然仰天长叹道, 罢了,罢了。 我在此等了两年, 方才等到你这个丧德之人, 谁知你又有个儿子。 如今, 我就看孩子的份上, 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事, 今日就暂且放你一条生路。 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王贵顿时欣喜若狂, 当下忙不迭地点投应道,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别说一件事, 就是实践, 我也答应。 水鬼又长叹一声, 之后方才缓缓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 他生前是个商人, 名叫张望川, 两年前外出经商归来, 谁知渡河时大意显露了钱财, 被建财起义的传家推入河中, 害了性命。 传家卷了他的钱财, 连夜逃往外地, 但最终还是案发被擒, 一年前已被斩首正法。 只可惜被截去的银子被他挥霍一空, 已经无法追毁。 张望川的妻子见丈夫已死, 很快便携带家中财产改嫁他人。 而带不走的房产和田地则被族人霸占, 可怜他年幼的儿子却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在县里以乞讨为生。 死在河里的张望川沦为水鬼, 只有找到替身才能投胎转世。 只是他天性善良, 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除非碰到道德败坏之人, 否则即便自己永世不能投生, 也绝不害人性命。 就因为此, 先前已错过数次机会。 今日见到王贵要渡河, 张望川顿时大喜过望。 王贵干的勾当虽然极为隐秘, 但又怎么瞒得过鬼神? 既然碰到了丧德败行之人, 张望川便准备动手。 于是施术让真正的传家呼呼大睡, 冒充他将王贵父子载到河中央。 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却见王贵替儿子求情。 虽说至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过 要伤害年幼的王虎, 但听到王虎刚满六岁, 张望川心中顿时一痛, 立即想起自己的儿子竟然和他同龄。 而自己那可怜的儿子, 如今之所以会流落街头苟延残喘, 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这全都是因为失去了他这个父亲的庇护。 如果今日害了王贵, 王虎岂不是也会失去父亲, 那这孩子以后又该如何生活? 想到这些, 张望川改变主意, 打算放王贵一马。 同时也希望王贵能在县里找到他儿子, 并将他抚养成人。 说起来, 王贵其实也并非桑尽天良之人, 盗取坟中的陪葬品, 也不过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 他非常同情张望川父子的遭遇, 当即便拍着胸脯道,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儿子, 并留在身边好生抚养, 若是做不到的话让我长穿肚烂布得好死。 张望川连忙拱手谢道, 那就劳你费心。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们上岸吧。 话音刚落, 船又动了起来, 平稳地朝着对岸驶去, 很快便到了岸边。 王贵领着儿子跳上河岸, 在回头石船上哪里还有张望川的身影? 而不远处的窝棚里, 真正的船家打着哈欠, 似乎刚刚才睡醒。 晚上回到家里时, 李氏见丈夫竟然从县里带回来一个小乞丐, 当即便皱起了眉头。 王贵则让王虎陪着小乞丐玩耍, 自己拉着妻子到一旁,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得知来龙去脉, 李氏在替丈夫死里逃生后怕不已的同时, 又连连感叹道, 造妞哦, 这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反正一个是养, 两个也是养, 以后就让他和虎儿做个伴吧。 对了, 掌柜的怎么说? 王贵笑道, 他看了李正的亲笔书信, 当即便拍板将我留下, 还答应在米铺附近给我一间小屋居住, 我们全家都可以搬去县里。 多亏李正帮忙, 以后有机会得好好谢谢他。 娘子所言极是, 自此王贵全家搬到了县里, 他还给张望川的儿子取了个名字叫王福。 因月份烧涨, 王福是为兄, 王虎则为弟。 有了米铺稳定的收入, 再加上李氏也做些针线活补贴家用, 一家人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日子也越发好过起来。 如此过了两年, 王福和王虎都已八岁, 这会儿王贵又变得愁眉苦脸, 只因他有心想送孩子们去学堂读书, 只是家里如今虽然能吃饱穿暖, 但也攒不下几个钱。 若是只供一个, 咬咬牙倒还能承受, 可送谁去呢? 思来想去, 王贵竟不顾妻子阻拦执意将王福送到了学堂。 当天夜里, 王贵竟然梦到张望川对他身诗一礼道, 多谢王兄不但信守承诺找到我儿子, 还将他视为己出, 今日更是把他送到学堂。 王兄大义, 只是此举委屈了王虎这孩子, 也伤了嫂夫人的心。 今日托梦, 不畏别事, 只是想告诉王兄生前, 我在某地买有文银百两, 可速速娶来供两个孩子读书, 断不可厚此薄笔。 话音刚落, 王贵陡然惊醒, 他连忙推醒身旁的妻子, 把梦中之事和他详细说了一遍。 妻子听后略意沉吟道, 他说的那个地方不算太远, 要不趁着天黑去看看。 万一是真的, 咱们虎儿不就也可以读书了吗? 王贵也觉得妻子说得在理, 于是披衣起床带着工具出了门。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王贵满脸喜色地回来了, 怀里还抱着一包东西。 李氏接过去打开一看, 顿时也喜得眉开眼笑, 原来张望川梦中所言竟然, 是真的。 有了这笔银子, 兄弟俩都得以进了学堂。 但除了他们读书的必要花费外, 王贵夫妇并不曾将这银子用在别处。 两口子俩依旧拼命干活赚钱, 只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过得更好。 时光似箭, 岁月如缩。 转眼间又过了八年, 王福、 王虎两兄弟先是一同考中秀才, 继而又在秋为中举。 三年后, 更是双双高中进士进了汉林院。 之后, 兄弟俩暗立回乡探亲, 见王福如今已经功成名就, 王贵便将他的身世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末了还再三叮嘱, 让他回京后奏名圣上改回本性, 也好延续张家血脉。 王福虽然一直知道自己并非王贵夫妇亲生, 但也没有想到这当中还有这么多曲折。 养父母, 恩身四海, 好在还有机会奉养报答, 如今虽之声父姓张鸣望穿, 怎奈却永无相见之日。 此日, 在养父母和弟弟王虎的陪同下, 王福来到河边祭拜了一番, 待到三月夹满, 兄弟俩辞别父母回京就职, 而王福也得到圣旨准许改回了本性。 这天晚上, 王贵又梦到了张望川, 只是他这次没有穿那件湿漉漉的衣服, 反而身着一身华贵的官袍。 王贵大为诧异, 正要开口询问, 却见张望川拱手行礼道, 王兄, 小弟今晚就要启程到别处赋任, 特来向你辞行。 福尔能够金榜高中, 光耀门眉, 如今又改回本性任祖归宗, 实在是多亏了你和嫂夫人的大仁大义。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今日一别, 还请贤抗力多多保重。 王贵谦逊得摆摆手, 随后又寻思起来, 心说, 你张望川不就是个水鬼吗? 这是要负哪门子任? 就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一样, 张柏川随即便和他解释起来。 原来这十多年来, 张柏川不但一直不忍心抓替身, 反倒还从河里救起十来个落水之人, 当中有孕妇, 孩童, 老人, 上苍见他宅心人后, 心地善良, 正巧某地成皇之位空缺, 于是便生他做了成皇爷。 时辰紧迫, 张望川讲完原由后, 匆匆败别而去。 此日, 王贵醒来, 心中不由感叹道, 心中但存三分善, 谁鬼也能生成皇。 过得几年, 王贵夫妇年事已高, 已经娶妻生子的王虎, 便将他们接到京城奉养。 而王福如今虽以改名为张福, 但每天都会带着妻儿到养父母跟前问安尽孝。 而孙满堂, 其乐融融, 老两口在京城已养天年好不逍遥快活。 按说, 王贵曾做过盗墓贼, 本来难有善终, 亏得他悔改得早, 倒是平平安安活到八十多岁方, 才无疾而终。 明朝万历年间, 在富平县内有一个里徒夫, 他经营着一间肉铺, 多年来卖肉, 从未缺金短两, 价格也比较便宜, 所以生意一直都不错。 里徒夫身材高大, 满脸的落腮胡子, 再加上他常年杀生, 所以身上自带一股煞气, 村子里的狗, 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小孩也经常会被吓哭。 别看里徒夫长得凶神恶煞, 可熟悉的乡亲们都知道, 里徒夫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 平日里, 卖剩下的猪下水他都会送给乡亲们吃, 见到谁家遇到困难了他, 也是第一个出手相助, 因此, 里徒夫在村子里, 人缘很好。 里徒夫今年四十有余, 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名叫里安, 如今也已经十六岁了, 其实里安并不是里徒夫的亲生儿子, 而是他在在树林里捡来的, 不过里徒夫却将他视如己出, 这些年来可谓是尽心尽力。 其实, 里徒夫在多年前有过一任妻子, 二人十分的恩爱, 可没想到刚进了洞房妻子, 便突发怪病失去了生命, 里徒夫也因此受了打击, 直到现在也从未再去。 里徒夫只想着把儿子培养成才, 看到他娶妻生子, 这辈子便知足了。 于是, 他从小就将里安送进学堂读书, 日后不再像自己一样, 做个徒夫过着劳苦日子。 好在里安读书很有天分, 就连私塾里的先生都对他十分看重, 打算收他做关门弟子, 里徒夫心中是激动万分。 在外面遇到人便会将儿子的天赋吹捧一番, 说他儿子有着状元之姿。 可是老天却跟父子俩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这天里徒夫正在肉铺里忙碌, 突然几个年轻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里徒夫一眼就认出了几人, 正是那私塾里的学生。 其中一人开口道, 伯父, 出事了, 里安在私塾里晕倒了, 如今已经被送到医馆里了, 你快过去看看吧。 文言里徒夫心中大惊, 要知道儿子可是他的命根子, 可万万不能出事啊。 于是他故步的店铺跟着几人, 便来到了医馆里。 此时里徒夫见到儿子正躺在一张木床上昏迷不醒, 身上还插着不少的银针。 里徒夫连忙上前问道, 张神医, 请问我儿子这病如何呀? 张神医犹豫了片刻这才说道, 这怪病老夫也是第一次遇见, 现在令郎高烧不退, 若是再继续下去, 恐怕会变得吃傻。 文言里徒夫心中大惊, 要知道儿子读书天赋极高, 这若傻了, 岂不是断送了他的前程? 于是里徒夫扑通就跪地恳求道, 张神医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吧。 无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付出。 张神医轻轻将里徒夫扶起道, 老夫已经用尽了平生所学, 如今也只能是近人士, 听天命了。 里徒夫只好死死地守在儿子身边, 希望他能够扛过这一劫, 不成想里安接连烧了三日这才恢复了些许, 当里安恢复意识之后。 大家却发现他神情木讷, 就连一般的交流都做不到了。 里徒夫心中崩溃, 没想到儿子竟然真的变成了傻子。 据张神医所说, 如今只能是靠他自己恢复, 具体能恢复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于是里徒夫只好将儿子带回了家, 如今儿子生活不能自理, 里徒夫根本就雇不上店铺的生意, 只能一门心思地放在照顾儿子身上, 可若是长久下去, 他们该如何解决温饱呢? 乡亲们见到里徒夫如此困难, 便为他出了个主意, 家里若是有个女人来打理, 这一切不就都解决了? 里徒夫听到后心里也是有些松动, 之前不娶妻是因为思念亡妻, 如今家里出了这样的状况, 他自然是转变了思想。 于是里徒夫便托村里的王大姐帮忙说没, 本以为凭借自己这条件很难讨到媳妇, 没想到仅仅几天之后, 王大姐便传来了好消息。 说是邻村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名叫秀莲, 今年刚刚年满二十, 她和父亲从北方逃难而来, 不料刚到了这父亲便去世了, 于是秀莲便说谁肯出钱埋葬她的父亲, 她就嫁给谁。 文言里徒夫心中是万分纠结, 他对王大姐说道, 我今年四十有余, 比秀莲要大这么多, 人家姑娘能愿意吗? 听到里徒夫的话, 王大姐也是微微一笑, 他开口道, 你就放心吧, 我早已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秀莲, 秀莲表示只要你真心待她, 自然会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里徒夫听了之后, 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于是在王大姐的安排下, 秀莲便来到了里徒夫的家里, 当里徒夫见到秀莲第一眼的时候便心动了,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秀莲始终都不肯挪开。 秀莲感受到里徒夫的目光不禁吓得连连后退, 里徒夫见状也是心中一紧, 看来人家姑娘还是看不上自己。 于是, 里徒夫便说道, 既然秀莲姑娘看不上在下, 那此事便这样吧, 不过你放心, 你父亲的尸身我会出银两安葬的。 文言秀莲心中一暖, 说实话, 他是被里徒夫吓了一跳, 不过听到里徒夫的这一席话, 他却改变了想法, 秀莲开口道, 李大哥莫怪, 你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秀莲愿意嫁给你。 听到秀莲的话, 李徒夫心中大喜, 他连忙说道, 秀莲你放心, 日后我定然会真心待你的。 于是, 几日之后, 李徒夫便与秀莲办了婚事, 乡亲们见到李徒夫娶到了一个如此貌美的妻子, 也是羡慕不已。 新婚之后, 夫妻俩甚是恩爱, 秀莲不仅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伺候其李安来, 也十分仔细, 让李徒夫看了甚是满意, 于是他继续操持起肉铺的生意, 日子也是渐渐好过了起来。 转眼间两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以来, 秀莲每天都要伺候李安的吃喝拉撒, 若是一天两天还行, 这日子一尝他便有些不耐烦了, 便经常去和丈夫抱怨。 李徒夫知道妻子的不容易, 不过儿子如今离不开人, 他又要忙活肉铺的事, 这问题可不太好解决。 不料秀莲却说道, 如今李安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倒不如为他说门婚事, 这样子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文言李徒夫不禁眉头一紧, 若是儿子好着的时候, 这婚事自然是不发愁, 可是他现在变得如此吃傻, 谁家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啊? 不过秀莲却说道, 我看青梅就不错, 这些时日可没少来看安儿, 想必是对安儿有益啊。 文言李徒夫这才恍然大悟, 青梅就住在村子东头, 从小他就与李安一起长大, 二人关系很是不错, 经常会一起出行, 莫非他真的对安儿有意思不成? 其实青梅是个苦命的姑娘, 他自幼就被父母抛弃, 若不是被村子里的徐老汉捡回来收养, 恐他早就死在外面了。 如今徐老汉早就死去多年, 这家里就剩下了青梅一人苦苦为生。 不过青梅长相甜美, 在村子里也有着不少的追求者, 他会看得上如今的李安吗? 秀莲说道, 明日我便去找青梅说说此事, 若是他同意即可, 不同意咱也不强求, 就看咱安儿有没有这个命了。 听到妻子的话李徒夫也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第二日一早秀莲便找到了青梅, 此时青梅正在家里做女工, 见到秀莲到来他连忙是迎了上来, 伯母你怎么来了? 快来李屋坐。 秀莲笑道, 这不是看你一个人过太冷清, 想着过来看看你。 文言青梅心中一暖, 随后便问道, 伯母, 李大哥如何了? 这几日恢复了些吗? 秀莲身子一僵, 随后便说道, 这几日安儿恢复了不少, 嘴里还老念叨你来呢, 想必是心中一直记挂着你, 若是没有这场大病, 恐怕你们二人早就走到一起了。 文言青梅心中一紧, 不禁想起了从前的点点滴滴, 很快便失红了眼眶。 见状秀莲心中一喜, 看来青梅果然是对李安有益, 于是他便继续说道, 青梅, 如今你也到了试婚的年纪, 倒不如你就嫁到李家来, 如今安儿已经恢复了不少, 若是能够冲冲喜, 说不定这病就好了。 文言青梅微微一愣, 片刻之后他便问道, 伯母, 这种喜真的有效果吗? 秀莲点头道, 那是自然, 安儿心里一直有你, 只要你嫁给他这病, 定然能治好。 听到秀莲的话, 青梅心中再没犹豫, 于是他便点头道, 好, 伯母, 只要能够治好李大哥的病, 我愿意嫁给李大哥为妻。 见到青梅答应, 秀莲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他连忙回去将这好消息告诉了丈夫, 李屠夫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 能够看到儿子娶妻他, 即便是死也明目了。 于是几日之后, 李家便吹吹打打将青梅迎娶过门了, 乡亲们看到青梅嫁给李安一个傻子, 纷纷是为他感到不值。 若是李安老这么吃傻下去, 青梅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不过青梅却不后悔, 他早就对李安有意, 即便是他变得吃傻了又如何? 他相信总有一天李安会恢复正常, 他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自打青梅嫁到李家以来, 不仅孝顺自己的公婆, 而且对丈夫的照顾也甚是细致, 每天都会陪着丈夫说话, 或许真的是青梅的努力感动了上天, 如今的李安已经恢复一部分记忆了, 如此变化让李家上下都激动不已。 这天, 李屠夫来到了城里杀猪, 由于他刀工精湛, 所以这种杀猪的活他经常遇到, 不出一个时辰的功夫, 李屠夫便将一头家猪收拾好了, 他在主家领了银两便动身回家去了。 可就在李屠夫刚到村口之时, 却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与村里的朱念凑到了一起, 李屠夫不禁心中意紧, 这朱念可是村子里出名的小混混, 这种人缠上自己媳妇, 并然没有什么好事。 于是李屠夫快步走了过去说道, 秀莲, 你怎么在这, 还不赶紧随我回去。 李屠夫的话让二人心中一惊, 秀莲来不及解释, 就被李屠夫拽走了。 在路上李屠夫说道, 那朱念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日后莫要再与他来往, 他并然是对你别有所图。 文言秀莲答应道, 好, 我以后不与他来往电视, 可就在几日之后, 这天早上青梅刚准备去做早饭。 便听到婆婆屋里传来了一阵哭声, 秀莲赶忙过去查看,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公公竟然是死在了床上。 据秀莲所说, 昨天晚上丈夫还好好的, 没想到一夜过去丈夫就没有了气息, 还真是造化弄人啊。 当乡亲们得知李屠夫的死讯之后, 也是心中大惊, 要知道李屠夫这身体强健有力,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 莫不是被人害死了不成。 可是城里的张神医也被请来做了鉴定, 说李屠夫并没有中毒, 身上更没有外伤, 想必是爆发引疾而亡。 既然张神医都查不出病因, 乡亲们只好帮着秀莲将李屠夫埋葬了。 这天晚上, 青梅被一泡尿给憋醒, 他迷迷糊糊地就朝着毛侧走去, 可就在他路过婆婆屋子的时候, 却发现房门门是打开的, 此时屋内还传来了一道陌生的声音。 于是青梅便偷偷地过去查看, 只见自己的婆婆竟然与一个男子搂抱在一起, 正在做着那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男子正是朱念, 青梅心中大惊, 怎么也没想到, 家婆竟然是这样的人。 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 突然朱念开口道, 这药粉还真厉害, 连张神医都查不出来, 等明日那小崽子一死, 你我二人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 听到朱念的话, 青梅心中大惊, 原来自己的公公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更没想到他们还要对自己的丈夫下手, 青梅不禁有些双腿打颤。 一个不小心竟然弄出了声音, 屋里的二人猛然一惊, 他们连忙起身查看, 可是打开门后却没有见到人影, 秀莲不禁心虚地说道, 你说会不会是我前夫找回来了? 朱念冷哼道, 我手里有着不少命案, 也不见有谁回来找过我, 别瞎想了, 就是一阵风罢了。 说罢二人便回屋去了, 此时青梅偷偷地从朱圈里爬了出来, 幸亏自己当时躲得快, 否则定然要遭了他们的毒手了, 于是青梅便回到了屋内, 他一定要想出一个合适的对策, 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待到第二天中午, 青梅正准备去给丈夫喂饭, 可突然家婆拦下了他道, 青梅, 这几日你辛苦了, 这喂饭就由我去吧。 文言青梅心中一紧, 他连忙说道, 还是由我去吧, 这些时日我都习惯了。 说罢青梅便端着饭快步走了出去, 见到错失了机会, 秀莲不禁脸色阴沉, 可是到了晚上, 青梅仍然是拒绝了家婆的提议。 于是秀莲便找到朱念说了此事, 或许青梅是猜到了什么, 只听朱念冷哼一声道, 既然如此那今晚, 便由我亲自动手。 待到夜里, 三更之时, 突然青梅的房门被人悄悄打开, 只见那朱念悄悄地走了进来, 他快步来到了床前, 准备给李安下药, 不料掀开被子后才发现被子里空无一人。 朱念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一根木棍狠狠地朝他袭来。 一下子朱念就被打晕了过去, 秀莲听到这边的动静连忙跑了过来,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震惊无比, 只见朱念瘫倒在地, 而那手持木棍的男子竟然是吃傻许久的李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就在青梅发现二人奸情的那晚, 李安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 青梅来不极高兴, 便将事实告诉了丈夫, 李安便强忍住悲痛准备引来二人动手, 这样便可以找到证据为父亲报仇。 后来秀莲二人被押到了官府, 李安也将二人准备的毒粉交给了县令, 如今证据确凿, 二人根本就无法解释, 最终被打尽了死牢准备秋后问斩。 事后, 李安来到了父亲坟前磕头祭拜, 他心中无比地悔恨, 为何自己现在才好起来? 若是早些恢复, 父亲就不会死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 李安不敢置信地说道, 爹, 你, 你怎么还活着? 来人正是那死去的李屠夫, 父子俩紧紧地相拥, 许久之后, 李屠夫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当初只是陷入了假死, 幸亏被一个过路的道士救下, 经历了多日救治, 这才将毒素逼出体外醒了过来, 而李安的病, 也是被道士治好的。 乡亲们得知真相后也是为父子俩感到高兴,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李安的努力下, 竟然真的高中了状元, 还被知府大人看中, 任命他做了县令。 李安将父亲和妻子都接了过去,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